出差的丈夫深夜公园扎心撒狗粮 想怀孕生二胎的妻子 却得不到陪伴在家独守空房 从未怀疑过丈夫的迎联 面对天天被冷落家中 此刻终于起了疑心 男人以为自己隐藏得天衣无缝 觉得迎联根本就不会多心想这些事情 此时就有了更加大胆的做法 要把女人光明正大的留在身边 准备拼用女人为自己公司的广告策划人 这样在工作上就可以时刻看到她 也可以用工作掩盖自己的渣渣行为 这算盘打得是真好 这会当着公司助理的面 他们也可以明目张胆地站在一起聊天 外人看来他们是聊工作 真相却是在表达胆情 让别人看不出这暗中的关系 可助理却是很正直的人 在离开的时候 崇伯想和阿珍同坐一车回去 马上就被助理建议崇伯分开坐车 以免引起误会 崇伯为了掩饰自己 无奈服从助理的安排 心有不甘地独自坐车 家里的银帘天天一个人在家 朋友美兰怕她无聊来看她 就叫她要盯紧崇伯 别整天就当傻女人一样 待在家里做家务 出去散心花钱别不省 作为一个富豪的太太 那么省干什么 居然连车都没一辆像什么花 为丈夫省那些钱 估计她用来花在别人身上都不知道 银帘确实是很为丈夫节省 天天被丈夫落在家里独守工作 孤独寂寞地她听到美兰说这些话 颇有道理 立刻就出去花钱 得不到丈夫陪伴就用金钱来满足自己 可美兰来这里看车了 决定不能再委屈自己 不料这时候的阿珍 也和二舅说自己要给崇国当员工 说崇国会给自己买辆车 以后出门不用二舅接送 果然就是被美兰说中 银帘不花就被别人花 二舅听到阿珍这样说 就知道这其中的意思 立刻是挑明来反对 叫阿珅不要这样下去 不要当坏女人 虽然是初恋 但现在崇国已经是要负责家庭的人 他绝不能做让人唾弃的女人 世上男人多的是 阿珍听不进二舅说什么 坚持要这样发展 二舅容忍不了 立刻就给崇国打电话 却是银帘接听了 因为是个男的银帘也没多想 就把电话给崇国 崇国知道是阿珍二舅后惊吓到 二舅说要他出去谈话 他也是立刻换衣服准备出门 这奇怪的行为 就让银帘感觉到不对劲 公司的人从来不会半夜叫他出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但崇国坚持说是公司的事情 楼下谈两句就好 银帘也没办法 只能勉强相信 知道对方是男的他也放心 但是女儿回来就说父亲开车出去 要去哪里 让银帘又紧张起来 来看车真的不在停车场了 他立刻打电话却已是打不通 银帘心里怪怪的 一种莫名的紧张感涌上心头 崇国此刻来到了公园见二舅 二舅开门见山奉劝他停止 不要再胡作非为扎下去 更不要给阿珍买车 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 最好是不要和阿珅见面 断绝一切往来 崇国表示做不到 二舅就恼火了 问他做不到是表示 能撇开家里重新开始吗 如果是想贪心 要两全其美的话 就休想天真 否则他就会把一切告诉人 崇国就是想扎心下去 和二舅开吵 这时候他就倒霉了 当代驾司机的大姐夫阿忠 刚好来公园上厕所 就听到吵架的声音 远处细看一眼是小姨子的丈夫 那么这个妹夫半夜来这公园 是干什么 他要听听在吵什么 于是就听到了这个天大的秘密 二舅骂崇国不是人 怎么能祸害两个女人的人生 警告崇国不能和阿珍见面 不要再做渣男 否则不要怪他不客气 阿忠发现了这妹夫的扎心 这是终于都露出破绽包不住了 女人很恼火 每天睡觉时间都要吵架 质问丈夫那么晚回家干什么去了 丈夫也是毫不回答 迎联被丈夫的行为整得非常无奈 而发现了崇国扎心世界的结果 这回就和大姐说着崇国的事情 说妹夫半夜和一个男的在公园里吵架 男人叫妹夫离开一个女人 妹夫做了渣男 这是把大姐震惊的 立刻要把事情告诉妹妹 姐夫却阻止了 叫她不要轻举妄动 这时候迎联喜提新车 用钱弥补自己空虚的内心 还和美兰说这个喜事 美兰鼓励她就是要好好对待自己 刚好这时候 崇国给阿珍也买了一辆和迎联一模一样的 迎联的白色阿珍的红色 偏偏那么巧 阿珍和美兰还是同一个社区 崇国开车过来找阿珍 从美兰眼前掠过 美兰一眼就看到了 不知道崇国来自己的小区是干嘛 不一会就在这里欣赏起这个红色小车 两人开心得很 美兰因为走路慢 没看到崇国无耻的行为 来到这里寻找崇国的车 结果司机又开着车离开 让美兰以为崇国也离开了 迎联今天提车开心 带着母亲在外面游玩 美兰就给她电话 说怎么想都不对劲 崇国的车居然出现在她的社区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迎联想一想 他们有朋友住在她的小区里 迎联表示没有之后 这事就奇怪了 迎联不再淡定 崇国已经在这里吃起了美味的饭菜 根本就没有迎联什么事 但她却很聪明 还要说自己不要吃太饱 回去还要吃 不然会被怀疑 真是好厉害的男人 迎联这回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满脑子想的都是美兰的话 还有崇国每天晚上的诡异行为 让她没有了心情 本来想带着母亲去看三妹的 因为这是没有心思再去 这个大姐越想就越憋屈 不能让妹妹当傻子 她要去告诉迎联这回事 阿中确实觉得 这会不会毁了小姨子的附加生活 万一他们闹分离 小姨子就要过贫穷的生活 他们岂不是害了小姨子 大姐听到这样的话 她决定要让妹妹 把家里的财产掌握在手中 然后再甩掉那个渣男 于是她约了迎联见面 迎联就说过去接她 等迎联开着新车出现的时候 她感叹买得好 早就该买车了 大姐就要跟迎联回家 准备把事情说出来 这时候崇国被美兰看到了 居然没有走还在这里 这么说是在这里待了两个小时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美兰 这个崇国有问题 迎联随时一片绿 她要告诉迎联 这时候大姐来到迎联的家里 还没说这个事 迎联的手机就响起 她帮迎联接起了手机 问美兰什么事情 美兰就说有重要的事情 当迎联接听后 美兰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告诉了她 叫迎联要注意了 崇国肯定有问题 迎联瞬间失魂了一样 大姐看到她这样 一眼就看出 是不是美兰知道了妹夫的事情 她赶紧离开 觉得妹妹应该发现了事情 迎联开始坐立南安 为了验证美兰的话 她立刻给崇国打电话 问她去了哪里 崇国撒谎不眨眼地 说自己一直在公司 哪里都没去 有什么问题吗 这谎言让迎联的信任开始崩塌 又到了周末 晚上女儿就约定 父亲明天去哪里游玩 结果崇国说自己可能没空 有一些事情要回公司出雾 结果却是这么精细 第二天她不是到公司 而是自己开车来到这个小区 刚好迎联的车也在这里 迎联过来找美兰 她不知道这是迎联的车子 就停在了一起 然后上楼找阿珍 结果遇到阿珍的二舅在这里 二舅看到她就恼火 希望她立刻离开回家去 不然她就通知迎联过来 崇国不想和二舅吵 就要阿珍跟自己走 阿珍被二舅威胁不能出门 否则就捅破他们的事情 阿珍很为难 但还是下楼来安慰崇国 叫她先回去 结果崇国走了 她就看到了迎联带着女儿 和美兰走在一起 然后开车离开 她觉得自己完了 迎联怎么会在这里 她赶紧发短信通知崇国说这事 崇国紧张到不行 为了避免以后被发现 她要去确认迎联的车是什么样子 以后看到就要及时躲避 她就在小区里悠哉悠哉地等迎联回来 果然就等到了迎联 她仔细地端详着这个车 还坐上车感受一下 夸着车买得真好 真的很会演戏 刚给她安然逃过一劫 这时候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出现 迎联在唤喜的衣服堆 听到了手机的铃声 发现崇国忘记把手机带出门 迎联拿起来接听 这下好了阿珍重要的正找 绿茶女人胆大包天找到公司来见渣男 结果正式出现让她瞬间 心慌躲在一边不敢吭声 公司秘书高兴地接待正式 让正式进办公室等老板 绿茶女子站在这里不敢动 不疑会花心男出现 看到绿茶女的第一秒钟 心里还挺兴奋 不料听到秘书报告夫人来 在办公室里等候着 让这花心男也慌得一批 赶紧把这个绿茶女人 推给自己的助理 说是助理的女人 让助理赶紧把自己的女人带出去 真是掩得一手心机戏 崇国赶紧走进办公室见迎联 生气的样子问迎联来干什么 迎联表示自己来送手机 有个人打电话来不出声 神神秘密的不知道是谁 所以他就把手机送来了 崇国预料到是阿珍打电话 被迎联撞正着了 他害怕迎联发现什么 赶紧说最近很多广告电话 所以不用在乎 迎联还问到他刚才外面的女人是谁 崇国也立马说那是来找助理的 是助理的女人 迎联半信半疑 对于这个账途他已经起起了 就等着抓到证据 这个助理把阿珍安排在餐厅 说稍后会把崇国叫过来 助理已经被崇国收满 帮着崇国隐瞒龌闲位 这回迎联叫崇国一起吃午餐 崇国却说没空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叫迎联赶紧回家 还装好心地说要亲自送迎联下楼 其实就是害怕迎联不从 妨碍她的花花世界 迎联装没事一样 实则心里已经很多疑问 在电梯口就遇见助理 迎联离离开后助理赶紧告诉她 阿珍在餐厅等着 她马上就来餐厅了 来到眼前就甜言蜜语 说自己拒绝了迎联出来和她吃饭 把阿珍哄得笑嘻嘻 面对阿珍的态度是截然不同 迎联的大姐知道崇国的花心 她忍不下这口气 想要抓到证据给迎联看 她决定跟踪崇国抓线性 准备和迎联的闺蜜美兰一起行动 这时候阿珍却来到了美兰的理发店 她知道这个美兰是迎联的朋友 故意来这里看看美兰是怎样的人 她如果不好对付就搬家 避免和崇国的苟且行为被美兰发送 结果被她踩了狗屎一样走 碰到大姐来找美兰商量抓崇国证据的事 她听到了这些话 觉得他们是傻 没有自己一半聪明 她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离开理发店后 她立刻就通知崇国 这段时间晚上下班不要过来 她大一次准备跟踪她抓证据 大姐真是出师不力 给这个渣男逃过一劫 不宜会迎联到美兰的社区买面包 要去看美兰 她又看见这个阿珍在这里了 迎联的第六感告诉自己 这个女人不简单 自己怎么又遇见她了 迎联为了打听出什么端倪 故意上前靠近她 说真是好巧又见面了 跟助理还好吗 阿珍的谎言也是随口就来 说自己在偶然一次喝酒的时机认识助理 并不是很熟 是有些生意上的网来而已 迎联就立刻识破了谎言 想到助理根本就不喝酒 她觉得这个阿珍很可怜 然后在路上 迎联就故意放慢脚步观察 阿珍走进哪一栋楼 阿珍觉得全世界就自己最聪明 这个迎联肯定不会发现 她就是那个绿茶 迎联来到美兰这里 美兰就跟她说了崇国是百分百不 大姐准备给她抓证据 让迎联要提防崇国 大姐这回真的就在公司门口守候着 为了妹妹她豁出去 家里的丈夫儿子就交代 他们随便吃东西领路子 自己没空回去煮饭 她一定要给妹妹出气 大姐不知道崇国都知道 她要跟踪的事情 崇国当作没看到大姐一样 下班的上车让司机送回家 大姐看到崇国直接回到小区 她就那么了今天怎么不去找绿茶 今天她就扑了空 女儿看到崇国这么早回来 真是很意外 父亲今天怎么那么早回家 这时候迎联还没回来 当九点钟迎联回到家的时候 崇国倒是恶人先告状 骂迎联干什么去这么晚餐 迎联实在是忍无客人 就说她天天晚上12点才回家 自己才一天晚一点回来 凭什么要听她训斥 问到那个阿珍根本就不是助理的女 她到底是谁 崇国很慌张 但是也很理智气壮的撒谎 说迎联没事找事 以后别叫大姐来做跟踪的事情 迎联就明白了 原来是发现了大姐跟踪 所以今天才早回家 两个人越吵越凶 迎联放狠话 如果被她抓到证据 这个家的一切让崇国做好鱼丝往后的起来 迎联不再忍气吞声 决定自己也要加入抓崇国不轨证据的行动 把大姐约出来到桑拿坊讨论此事 要大姐把她知道的一切告诉自己 还有那个跟踪崇国的是被试穿了 叫大姐停止行动 大姐把姐夫在公园听到崇国和别人吵架的事情 151是告诉了迎联 这个女人是崇国认识很久的人了 还有崇国扎心的想法 两边都不想放手的渣男行为 迎联都知道了 而崇国为了掩盖自己的扎心 今天还特意约了报社来做专访 叙述自己很爱家庭 自己成功是来自最爱的妻子 这渣男做着这些愚蠢的局 以为就可以消除迎联的疑心了 想得还真美 很快报道就出来了 这个绿茶阿珍第一时间就看到报纸 吃醋地讨厌崇国这样说 立刻要崇国解释清楚 还说崇国只能是属于他一个人 真是好恶心的两个渣渣 不一会还约一起出来游文 这时候他们就倒霉了 两个人在这恶心的行为 被这个迎联三妹的婆婆看了 两个老人家出来散心 结果就看到了崇国也在这里 而且那个女人不是亲家大姨子 瞬间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真是一个渣男 迎联就在家当主妇 洗衣做饭照顾女儿 累死累活都没时间出去旅游散心一下 渣男什么都不用管 就在外面尽情地潇洒 女儿看到父亲的报道 居然还把他剪下来做留念 说父亲真是一个好男人 问母亲感动不 迎联都不知道怎么说自己的心情 男人出去外面渣 还不要脸的上报纸 这时候三妹的婆婆就说崇国的事 叫三妹回去告诉姐姐 不要傻傻地蒙在鼓里 该反击的时候就要反击 三妹怎么都想不到 二姐姐居然是这么一个渣男 看外表她一副老实样 却是最可恶的男人 当崇国终于回家的时候 迎联就在饭桌上明了地说 她这么演戏不累吗 恶不恶心人 迎联想她承认自己不滚 结果崇国是厚颜无耻地说 自己就是这么好男人 叫迎联要珍惜 迎联非常无奈 总有一天会让她抓到把柄 结果这个阿珍就遭报应 蓝尾炎发毒 痛得她死去活来 她赶紧给崇国打电话 要她过去 崇国听到这样的情况 也管不上迎联的怀疑 立刻冲出门去 说公司有事情 迎联发现端倪 当她打电话又是关机状态 迎联基本断定崇国要去干什么 崇国这会把阿珍送医院 一整晚都要守在医院 她就交代助理 如果迎联问到公司的事情 叫助理一定要保密她在医院 随便编个公司的业务问题 说她在公司加班就行 果然第二天迎联装作给崇国 送换洗衣服到公司 助理就撒谎骗迎联 说崇国一整晚在这里 刚出去了 叫迎联放下衣服回去即可 迎联不傻她把三妹找出来 三妹夫妻是在她家公司上班的员工 问他们公司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 结果啥是没有 家里的女儿就接到司机送回来的换洗衣服 闻到有医院的味道 也是给迎联提供了线索 三妹把婆婆看到的情况也告诉迎联 迎联得到了很多情报 崇国确实在背叛她 迎联回家拿这些衣服闻起来 确实也是女儿说的那样 她立刻就联系助理 说崇国在哪个医院 叫他们不要再撒谎了 通知崇国快点回家 否则自己就要出动私家侦探抓证据 这下崇国不得不回去 回到小区却不敢上楼 害怕遭迎联的审问 深夜崇国终于回家 为了不让迎联发现她的鬼 她不敢进卧室 而是偷偷走进了书房 她以为迎联没发现 谁知迎联根本还没睡 等着她回来看她怎么解释 迎联这回在客厅喝起来 看这个臭男人忍到什么时候 她就不信不用出来 不一会这个崇国就要上厕所 悄悄地以为迎联不知道 迎联故意让她演戏 最后她觉得逃不过去 还是坦然到迎联的面前 故意来跟迎联聊天 迎联不理她 看她会不会说 这一天一夜不回来是因为什么 会不会狡辩一下道歉 结果这个渣男没有一句对不起 完全没说自己怎么不回家的人 还想跟迎联套近 想随便忽悠过去之事 看到迎联一副不搭理她 不给她吃自己东西的态度 她就开始编谎话 把迎联当傻子处理 说公司里有事情开紧急会议 后来一个同事突然犯病要送医院 她作为老板肯定要负责道德 最后那个同事要动手术 她不能走开 迎联就问她现在怎么样了 崇国就说手术很成功但是死了 叫迎联不用打了什么 这个谎言让迎联觉得可笑 那她就陪这个渣男演下去 说她怎么不用帮忙举办丧领 回来做什么 不是要尽老板的责任吗 崇国不知道怎么狡辩了 就说要带迎联去郊外散心 说很快就是岳母的生日 这个礼拜就提前到郊外的别墅 给岳母庆盛 下个礼拜她要出国出差就没空了 迎联真是服了这个臭男人 忍不住开场 居然用这样的事情来掩盖自己的过错 不说清楚今晚谁也别想睡 崇国躲进书房也没用 迎联要她承认自己不可 崇国是死咬着不认账 放狗咬都不认 两人吵得不可拍叫 女儿看到这样的婚姆 真心觉得累 第二天迎联把大姐叫来 想办法一定要抓到崇国的证据不可 不能给她这样好过 居然把她当傻子一样玩梦 这时候美兰开车在路上 就看到崇国的车 从一个医院的路口出来 她想到了迎联说的话 崇国不回家衣服还有医院的胃部 她立刻来确认 果然就查到了在什么医院 她走进医院询问 知道崇国作为监护人 送过一个病人来这里 但是护士却不能把病人的名字告诉她 让她很无奈 立马回来和迎联说这事 叫她到医院门口守候着 崇国一定会在下班时间过去医院的 要查出来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这崇国也心勃勃 脑海里想着迎联这个 陪她创业成功的糟糠之气 又想着那个意犹未尽的初恋阿珍 觉得都不可以放手 妥妥的渣渣 迎联真的就到医院门口守候了 偏偏就给阿珍的二舅看到 知道迎联是来抓证据的 她赶紧通知崇国 叫她不要过来医院了 说迎联在门口守候着 崇国不会想到迎联这么厉害 居然知道了在哪个医院 她为了不让迎联发现阿珍 立刻是打电话给迎联 说邀请她吃午饭 好久都没有过二人世界了 迎联就看穿了崇国的心机 她答应去吃饭 看这个渣男怎么狡辩忽悠她 心机撒谎说自己可是特意定制的餐厅 想这样哄骗妻子放下一心 迎联面对眼前的丈夫 真的忍不下去 叫她不要说这种没意思的话 不是明知道她在医院门口 准备查那个女人是谁吗 才故意把她叫走来吃饭 别把全世界当傻子行吗 崇国遭迎联打脸不敢再吭声 迎联不会就此罢休 她非要救出这个女人 来到闺蜜美兰这里 叫她要帮自己 果然在第二天美兰就遇到了 那个医院的救护车 在送病人出院 病人正是这个阿珍 美兰终于搞清楚真相 崇国去医院就是照顾这个阿珍 还有平时来这里的崇国 也是去阿珍的家 肯定是这样没错 世上没有那么多巧合 她要帮迎联好好观察这个阿珍 很快阿珍就拉着行李下楼 开着那个红色小车离开 好像去哪里旅行的动作 立刻是通知迎联 问她崇国是不是今天有出差的行程 果然就是这样 迎联说崇国今天出国出差 美兰立刻跟踪阿珍到机场 她绝不能给迎联受委屈 来到机场果然就看到崇国和祝鱼 他们先走进去 然后阿珍出现 为了不让人怀疑 他们分开走 真是好会掩饰 美兰敲定这个事实 回来找迎联 这时候大姐也过来了 美兰先把这事告诉大姐 大姐气到不行 赶紧回家去 她要想办法怎么给妹妹出气 美兰跟迎联说这事之后 迎联心里像火烧一样 不料三妹又来找她 说崇国借用公司的名义订了机票 机票有女人的名字叫车阿珍 迎联终于知道这个绿茶叫阿珍了 三天后崇国出差回来 为了讨迎联欢心 她还一世性地带了礼物回来 说给她和女儿 迎联一点不在乎 理直气壮地在卧室打电话给美兰 叫美兰帮她查阿珍这个女儿 美兰这时候刚好又看到阿珍的车 和迎联的事一样了 真是好多嫌疑指证 这个车的主人就是阿珍 迎联听到美兰这样说 就叫她查清楚 崇国从预示出来 听到迎联说阿珍的名字 心里害怕得很 定定地看着迎联 迎联一点不掩饰 问她看什么在害怕什么 崇国不敢说什么 心里嘀咕着这女人 怎么知道阿珍的名字 迎联也看出她的不安 心里暗骂这个渣男 让她等着 迟早要她死得很惨 美兰这里就在仔细观察 这个红色小车 感叹这个崇国还真会玩 不一会这个阿珍的二 就看到美兰这句 知道肯定是迎联在查阿珍 为了掩盖这个事 就说这个车是她的 这样来忽悠美兰 总把别人当傻 明明就是那个女人的车 她把迎联叫过来 非要这些渣渣露出原形不可 迎联来把车牌号记下 只要她去有关部门查 就知道这车是不是阿珍的 阿珍看到他们两个 害怕地转过头 不敢被他们发现 很快迎联已经知道了一切 在哪个车行买下 刷崇国的卡买单 她都一清二楚 确定绿茶女人就是阿珍无疑 她通知美兰要帮她注意这个女人 千万不能让她发现端倪逃跑 知道所有事的迎联病倒了 大姐过来照顾她 看到妹妹这般委屈难过 她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 在这里等着崇国这个渣男回来 从她进门的一刻就开始辱骂 你这个死渣男舍都回来了吗 也不看看几点钟 天天晚上十二点回来 妻子生病要死了都不知道 就知道在外面哗哗事件 那个死女人一说有什么不说 你比狗跑的还快冲出门 迎联怎样你从来不过问 你以为你那点破事没人知道吗 想得太天真了 大姐一顿骂崇国 因为大姐帮迎联捅破这个天窗 她也不再忍了 从房里出来和崇国撕破脸 迎联不会再伺候她 让她等着 自己不会这样罢休 迎联准备出纪念绿茶 第二天天一亮就来阿珍楼下等候的 带上大姐和闺蜜一起收拾绿茶女 不要脸的阿珍被迎联扇巴掌后 还想还手来着 不料被迎联大姐愤怒地反击 让她无法还手 大姐一边动手一边 不停地怀疤 她是哪来的臭女 有什么资格还手 跪地求饶都不够 竟然还敢不要脸的还手 阿珍确实厚颜无耻地说 那男人是她的 只爱她一个 这话把大姐气到 没见过这么不知廉耻的女人 要弄死这个阿珍都不解恨 大姐用尽力气把阿珍推开 让她狠狠地撞到了眉上 大姐要她后悔作人 这时候阿珍就晕倒了 没有嚣张的机会 大家看到她这样 真希望阿珍去西北 大姐看了一下好像还有气 没办法他们三个 又把阿珍送医院来 这也是报应 进去急诊室两个小时都醒不来 不一会渣男崇国 就收到医院给她的消息 说阿珍晕倒了 叫她这个监护人赶来医院 迎联三个在医院这里候着 看崇国这个渣渣 出现在这里的一刻怎么解释 之前死不承认自己扎心 这会看她怎么狡辩 不一会果然崇国 就紧张的样子出现在这里 看到迎联的一刻她震惊 怎么都想不到 被迎联抓个正着 迎联非常得意地鄙视这个渣男 来到崇国面前 你好呀渣男先生 这么紧张阿珍害怕她会死掉吗 这是你阿珍的包包 不接着吗 崇国无法反 就问迎联怎么会在这里 迎联警告她下班马上回家 好好算这笔账 然后大姐出现叫迎联走 不要理会这个渣男 迎联表示这一刻开始 这个渣男彻底在她的世界里死掉 这样的畜生不配和她在一起 说完迎联就离开 崇国虽然心有不甘 但还是最担心阿珍 冲进急诊室询问医生情况 医生告知病人无大碍 只是轻微脑震荡很快会醒来 阿珍没事让大姐愤愤不平 回家的路上念叨着 后悔刚才把阿珍送医院 应该找个地方 静静地让阿珍永远消失才解析 此时崇国无耻的分秒守候着阿珍 心疼的样子实则是恶心 全身透露着扎上天的气息 而迎联已经崩溃 没想到自己12年的辛劳付出 创业成立大公司 拥有荣华富贵 每天当庸人一样伺候着这个男人 竟是换来这样的结果 这个崇国守候了一天 也没见阿珍醒来 这时候公司出了事情 他要离开 就通知了阿珍的二舅 让二舅过来照顾阿珅 他给人家发信息通知 不敢说阿珅是被迎联虐财 进了医院 就说阿珅摔跤晕倒了 迎联大哭一场后 平静回到家里 他不能就这样倒下 绝不能给渣男好过 叫大姐帮他保守秘密 不能让母亲知道这事 女儿也看出来了 父亲已经做了渣男 事实告诉他 迎联突然觉得对不起女儿 让她看到了自己 这么丢脸的事情 女儿表示自己 可以不要这样的父亲 医院里二舅已经过来看阿珍 他非常生气 崇国这个渣男 祸害两个母 要他断定心意专一对一个 他却不愿意 二舅不让崇国看阿珍 希望崇国离开 崇国面对这样的情况没办法 终于崇国回家了 他没有一点愧疚 而且还很嚣张 迎联要他签字离婚 他却说迎联离 离开他的富裕生活可以吗 岳母还要养活 没有他的钱财可以生活下去 他是不会离婚的 崇国的不要脸 让迎联恨得牙痒痒 真希望这个男人出门被车斗 居然用钱来侮辱他 想他在家洗衣做饭伺候 可以天天在外面潇洒 就用这样无耻的理由来说是 迎联一定要理 两个人大吵起来 迎联绝不会认输 每天天一亮就要出门 去过自己轻松的生活 这个崇国竟然还敢问迎联不做早餐吗 他要吃早餐去上班 迎联表示做不了也无法做 老娘不伺候了 崇国就生气地告诉迎联 自己死都不离婚 迎联真是服了这样的渣渣 他伤心的一个人在外面 想起自己伺候那个渣渣的情景 还有自己以前每天晚上要求 怀孕生二胎的事情 崇国总是各种理由推脱 原来早已经是渣上天的无耻之徒 迎联非常恨 这婚非离不可 这个绿茶阿珍终于出院了 在这里被二舅教训 叫他不要当无耻的女人非要这样 被人家打进医院都是活该 要求阿珍离开崇国 阿珍也是厚颜无耻地表示做不到 他就是要这样 二舅很生气 骂他下次要是被人家打死 自己都不会来救他 让他好自为之 二舅一走他马上就打电话给崇国了 叫崇国过来喝汤 自己做好吃的给他 两人见面就是恶心到吐的一幕 被迎联知想一切后 这两个无耻的人已经不再掩饰 大胆地牵手走在大街上 迎联闺蜜美兰看到这一幕 真是想一脚油门踩上去撞死这两个渣渣 竟然这么大摇大摆地卧槽 气得美兰立刻给迎联打电话 说这个事情 要迎联马上离开这个崇国 这样的臭男人不值得付出 迎联很伤心说自己也想离开 但那个渣男就是不愿意 还当没事一样叫他洗衣做饭 他真的气吐血了 该怎么办 此时的崇国每天来这里喝完汤 就笑嘻嘻地离开 把这个阿珍美上天了 觉得终于都不用遮遮掩掩的 真是无耻至极的两个人 等他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迎联不在 还敢不要脸地跟岳母告状 说迎联不在家煮饭到哪里去了 自己回来屋里黑灯瞎火呢 这迎联妈还连连道歉 说迎联不在自己这里 改天她会好好说到迎联的 这男人的不要脸真是绝 不料迎联这回带着大姐和美兰 准备找阿珍算账来了 让她那么嚣张 还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她要出这一口气 女儿回来看到崇国这个父亲在吃饭 心里暗骂她就是活该 崇国以为女儿不知道她那点破事 还问女儿迎联去哪里了 女儿就说去报仇了怎么逼 吓得她赶紧要通知阿珍小心 结果天注定让她打不通手机 就通知阿珍的二就过去了 二就在那么远的地方 要赶过去都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估计阿珍都被打成猪头了吧 这回迎联三个都上楼来了 准备开战 阿珍就听到门铃响起 问到是谁也没人答应 看外面也没人 但门铃一直想她只好开门看的丢顶 这下让他们逮到机会进屋去 大姐恨得咬牙切齿 看着屋里这些装饰还挺豪华 就说崇伯花了不少钱呀 崇伯这回着急地想出门救阿珍 被女儿阻拦 说她要是敢踏出门口一路 这辈子都不要当她父亲 崇伯害怕不再敢出去 阿珍只有被虐的下场 大姐开始对阿珍赢了 要她下跪求迎联原谅 然后从此离开这个城市 离开崇伯 阿珍也不怕死 人家三个他一个 竟然还嚣张地说 凭什么向他们这些疯子下跪求了 这话彻底激怒了美丽 立刻就冲上前去抓着阿珍一顿命 居然敢说疯子 那就让她看看疯子的力 他无法反击也不敢反击 人家可是三个人 被打一顿的阿珍也不认输 还嚣张地骂迎联可恶 竟然来这里放肆 要把这事告诉崇伯 迎联让她尽管放马过来 大姐就忍无可忍了 立刻就是动手砸东西 一边说着这些是崇伯渣男买的 还真会想说 今天她就要毁掉 大姐一直在摔东西 不停地骂骂阿珍这个臭女人 不一会阿珍的二舅来了 看到屋里这个场景 她不敢说什么 知道是阿珍的不对 迎联看到她就问是崇伯叫来的是吗 二舅也实话实说是的 然后向迎联道歉 说是阿珍的错 迎联不需要旁人的道歉 立刻带着姐妹离开这个恶心的房子 迎联离开后 二舅就警告阿珅别再丢人现役 天天遭挨打都不斗吗 是要死在别人的手下才甘心是吗 阿珅没有一点觉得自己有错 二舅都没眼看她这个鬼样子 追着出来叫住迎联 说自己会叫阿珍搬离这里 离开崇伯 希望迎联原谅 大姐就让她省省 那两个渣渣是不会分开的 迎联也表示自己会离婚 但是也不会给阿珍过得那么舒服 想要原谅门都没有 这时候阿珍在告状了 说家里被砸得一团乱 说自己被打成了猪头 怎么出去见人 叫崇伯明天安排人来打扫屋子 一身的恶心撒娇样博取崇伯的联系 真的是祸害 挂掉电话后 她的心机又开始上来 她要把这个屋子弄乱一点 摔多一些东西 让明天崇伯来看到生气憎恨迎联 她就越得宠 真是厉害了这无耻的女人 迎联回家后 崇伯就生气地质问盖宇宙去了 迎联根本就不屑她的生气 硬气地说自己去了哪里 她不是很清楚吗 问什么问 像你这样的垃圾男人不配跟人说话 崇伯还要追着迎联为阿珍讨功的 说她过分 迎联不想搭理她了 非要追着叨叨 迎联只能说下次自己会直接送阿珍上戏天 不是打一顿这么简单了 最好就快点签字离婚 否则这些事情是会经常发生的 崇伯还是一样的不要脸 说绝不离婚 迎联放弃了富泰的生活能行吗 迎联恨不得杀了眼前的崇 叫她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自己不稀罕她这么恶心的男人 就算她现在死了 自己都不会掉一滴眼泪 因为她不配当丈夫 崇伯没想到迎联会这样说 除了生气也无可能 但她依然觉得自己就是要扎下去 不会签字放迎联走 很快她就来到阿珍这里 看到被砸得细碎的东西 屋子一片凌乱 一副心疼的样子实在是该天打雷劈 不一会还出来买吃的东西拿回去给阿珍 被美兰看到 感叹这渣男真是不要脸到极致 现在都这样照顾阿珍来了 把这是跟迎联说 迎联觉得真是嘲讽 以前在家里犯来张口依来伸手 现在倒是照不起别人了 真是天理难容 迎联为了离婚的事情 找到了公司的助理 希望她劝服同国给自己准备协议书 还要助理把同国什么时候 和阿珍在一起的事情说出来 结果听到阿珍竟是初恋 难怪当初跟自己结婚是那么将就的样子 迎联终于都明白了 助理也不隐瞒迎联 说同国为了公司面子 她不会离婚 不会让外界发现自己是渣男 迎联终于明白这个渣渣不愿意签协议的目 迎联不会让她如愿了 那么在乎形象自己就偏要毁掉她 而大姐夫知道崇国处处维护阿珍 她也是人渣 故意来这里候着重 看到她就好态度打招 说好久不见要聊一聊 崇国也上当了 来到一个门门的角落 崇国还傻傻地叫大姐夫过一边 大姐夫也是自己喜欢战友 然后对着崇国就是一顿状 教她做人的道理 女人结婚十二年发现自己竟是丈夫的备胎 丈夫做渣男在外潇洒风流 她彻底是家里洗衣做饭的佣人 迎联狠狠地撕碎这些做家务的围裙 以后她要为自己而活 要摆脱崇国那个渣渣丈夫 迎联要振作起来 她不会再窝在家里当主妇 带着女儿和大姐来看母亲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再理会家了 开心地和娘家人一起 她要逼崇国签字 自己不戏恨这渣男 成全她和这个绿茶阿珍 阿珍被迎联姐妹独打一顿后 眼睛像熊猫现在还没好 被打多少次也不会断绝来往的 迎联干脆就成全她们 这儿就要求阿珍搬家远离重国 阿珍也是不要脸的说不要 二就只能让她哪天被迎联打死算了 重国每天回到家就是黑灯瞎火 再也没有人迎接她给她洗衣做饭 饿得她厚着脸皮给岳母打电话 拿着问迎联在哪里的借口 说自己还没吃饭因为迎联不在家 迎联妈不知道她是渣男 就说自己这里煮了有饭菜 给迎联带回去给她吃 迎联本不想带 为了不让母亲知道她遭背叛的事 硬着头皮带着恨带吃的回去给渣男 回到家后叫重国离婚 重国死活说不离 无耻地说着离了谁做饭给自己吃 迎联表示不离自己也不会伺候她这个渣渣 居然还有脸问岳母要吃的 自己不下毒毒死她都算好了 重国还要迎联给她拿水 迎联里都不理她 她顺手就接了水龙头的水 迎联不会多看一眼 这个男人死活都已经不关她的事 重国见迎联这么硬气 她不服还想和迎联睡一会 迎联一脚就把她劈废 骂她这个掉进了粪坑的男人 不配活在干净的地方 活该的男人这时候公司开始出事 听助理说被人捐走了一百个亿 不知道怎么处理弥补 这下好了 妥妥的报应 迎联被重国纠缠的死活不愿意签字 她和女儿商量好准备偷偷离开出国生活 立刻把美兰叫来 叫她暗中帮自己准备这个事情 自己去报复重国 美兰就帮她处理出国的事 要美兰保密进行 今天迎联带着孩子和娘家人 又来水上乐园完了 就是要气死那个重国 重国回到家空无一人 更别说想吃饭了 这时候她还来到大姐夫的家 给姐夫道歉 希望她劝说大姐叫迎联要在家伺候她 她不想每天回家都没饭吃 大姐夫觉得她是活该 叫她不要来求这样的情 自己帮不了 劝说她最好就签字 别再做贪心的人 大姐夫对这个重国也是服了 居然能做到如此厚脸皮 没办法后她就来阿珍这里 就跟阿珍说自己跟她结婚怎样 阿珍却说不要 她就喜欢什么都不用管 只享受生活的状态 自己不会做主犯婆的 好家伙 这样一说重国更加不要脸 觉得自己那不能放走迎联 好卑鄙的想法 迎联这回就在和美兰 商量着怎么报复重国 既想吃住家饭又想潇洒 怎么可能的事 没有这种美式存在 这个不要脸的阿珍 居然还敢找上门来 来到迎联的家里炫耀 说重国不会签字的 叫迎联好好做主犯婆 迎联气到不行 很想打一架 但是有庸人阿姨在她又觉得丢脸 就忍着这个阿珍在这里嚣张上脸 她走进房里开始通知大姐过来 下一秒阿珍就不敢嚣张了 听到门铃响起是大姐的声音后 她像老鼠害怕猫一样 赶紧躲进了洗手间 大姐就发现了她 要她立刻滚出来 看自己不把她肋骨都打断 要她爬着出去这个房子 阿珍害怕得很在洗手间里求救 听到门外没动静的时候 她赶紧逃跑宝宁 遭大姐追着打 遭跟鞋打个正招 那个被阿珍叫来的二舅刚好也被挂了开 对于阿珍这个人二舅是死了 坐下三滥的女人还敢找上门去嚣张 简直就是找死 真是没眼看 转身阿珍就向重国告状 说被她的大姨子念 把二舅也打伤了 要重国为她讨公道 重国就像中了阿珅的情毒一样 说什么就是什么 当起了令人唾弃万年的渣男 女儿回到家里看到这些蛋糕和鲜花 摆在了书房门口 她想拿来放好就被淫连骂 叫她不要碰这些肮脏的东西 因为母亲的生气 她来询问阿姨 得知是龌龊女人送来的东西 她立刻拿着就是一顿罚 竟然赶上门来 她要让父亲知道 自己容忍不了任何外人走进这个门口 这个重国每天下班都会先到阿珍那里喝咖啡 吃饱喝足才回家 回来看到这些蛋糕和鲜花 砸得到处都是 女儿开始和她大吵起来 表示自己的心声 如果父亲再让那个臭女人上门试试 见女儿也反抗她 她就想动手 就被淫连一手推倒了 叫她滚出这个房子 外面风流到半夜回来还不够 还要怪女儿讨厌 淫连叫重国搬出去 重国厚颜无耻地表示自己绝不分 过后还要把淫连抓进洗手间毒打 女儿进来看到她这样的 说要离开这里 去外婆家里住 淫连不想母亲看到自己这个样子 要女儿保密 母亲因为联系不到淫连 就把大姐叫来询问怎么回事 大姐实在是瞒不下去 把这事告诉了母亲 连妈怎么都不会想到 女儿竟然受这样的抗争 淫连为了报复重国这个渣渣 半夜里她密封书房门 准备弄死这个男人 把门钉上木板 不让她有逃脱的机会 要重国在里面去世 然后她就留言给女儿 自己离开家散心 叫女儿不要管书房的情况 早上等重国醒来 门已经打不开 公司她去不了 叫女儿也不搭理她 手机也被淫连砸烂放在了别的房间 公司助理看不到她上班 就给阿珍打了电话 阿珍无耻地说 重国昨晚在她那里吃饱喝足就回家了 没有在这里过夜 这时候大姐来找淫连 看到了门口站着公司的人 还有这个阿珍的二九 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她开门进去了 他们说要找重国 看到这个被钉死的书房门 大姐笑得那是一个开心 但也后悔自己不知道这事 如果知道就不会来找淫连 让这个渣男封死在里面 被救出来的重国 第一时间就来阿珍这里寻找安慰 阿珍却教她如何虐回淫连 说要给淫连一些教训 恶心的重国那么喜欢这个烂女人 却又不肯放太淫连 真是死不足惜的垃圾男人 淫连此时在外面 决定实行报复计划 要把自己承受的一点一点的还回去 她故意穿了一件陆胳膊的裙子 来到公司 让公司的人看到她所有伤痕 见到公司员工就说这些伤是重国难 让他们知道老板不轨还暴力灭气 要毁掉重国的名声 她不会让渣男好过 今天淫连故意把商录出来 就是要每一个员工看到 她这个会长夫人被家暴 在公司每一层楼打招呼 让员工知道老板不仅外面风流 还暴力虐待妻子 不一会重国就收到风声 淫连在公司里到处败坏她名女 她现在成了整个公司唾弃的 特别是女员工 恨不得拿刀把她大卸扒款 重国听到这样的消息 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她 就给阿珍打电话 阿珍这个绿茶却是非常得意的叫重国 让她回去把淫连再打一顿 先在公司员工面前道歉装好 说都是误会一场 然后再回去虐淫连 还真的乌龟王八十一路 两个扎在一起是绝了 淫连这回就被助理请到办公室 希望她停止行为 淫连已经不顾生死 今天就要和重国掐个迷死我活 绝不会让她那么好过 小妹得知淫连这个姐姐遭重国虐待 立刻就冲进来 看到淫连一身伤痕 她愤怒地发飙放狠话 让重国等着 自己会好好地把这些讨回来 指着重国骂 小心出门被车撞 有本事把她炒鱿鱼 自己还不乐意给她打工 重国不敢炒 毕竟小妹的实力在 小妹扬言不会这么轻易罢休 让重国睁大眼睛看 淫连回到家 母亲和大姐来看她 知道她被打成这个模样 母亲是痛彻心扉 为什么淫连要承受这种痛苦 要淫连立刻起诉离婚 但淫连为了女儿却不想这样 想要通过报复 让重国自行签下协议书 连妈是说不出的悲伤 她不能让女儿这个痛白受 而重国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 就来找阿珍想办法 阿珍就要她演戏写忏悔书 说自己是一个很爱妻子的男人 一切都是误会一场 把忏悔书放在公司的论坛里 让大家对她改观 还说自己帮她写这个忏悔书 好一对卑鄙无耻之徒 想得还真美 马上阿珍就要遭殃 迎连家里母亲回去 把小妹叫了过来 还有美兰这个朋友 大家吃完饭就要准备出击 小妹怎么都厌不下这口气 现在轮到她来虐阿珍了 重国在阿珍这里刚离开 小妹就杀了过来 还没敲门这个阿珍想要出门 刚好被小妹他们赌个正着 让阿珍进屋去 要好好跟她聊一聊 阿珍知道自己又要变猪头了 但是她无法躲避 只能迎接被虐的下场 进屋后阿珍还是不服输的样子 说着迎连没用 怎么不自己一个人过来单挑 迎连表示根本不用自己动手 她马上就要挂彩 阿珍还很嚣张地说 重国讨厌的娘家人都来变 小妹听到这话就不说 立刻是一巴掌上去 让她闭上这张臭嘴 这一巴掌打得是老瓜子嗡嗡坐下 阿珍不敢再嚣张 小妹叫她把重国也叫来 她今天一起收拾她 不料阿珍说重国来不了 去公司作秀去了 阿珍想逃 小妹一个大长腿上来 警告她安分一点 不想死在这里就把重国叫过来 结果是真的联系不上重国 知道重国在准备上传什么 澄清唱会说 小妹知道就重国那个沐鱼脑袋 不可能写的文章出来 她立刻叫自己丈夫 把阿珍的电脑查一点 果然就是阿珍帮忙写的 还写的那么无辜 想拖罪门都没有 她把文章弄出来拿走 想对策对付重国 不会让她得逞 美兰听到小妹念阿珍写的那么无耻 真是恨不得把阿珍送去西北 她也动手动口教训阿珍 阿珍想反抗被小妹复按她坐下 一个人还敢反抗 真是不知死的 小妹叫她一定要把重国那个渣渣叫 结果阿珍在卧室里装死躺 在床上就睡着了 躲过小妹的柔面 银联看到这样子就只好叫大家离开 每天银联的大姐都会过来看银联 担心银联受欺负 重国看到这娘家人来不敢再嚣张 害怕被她们揍赶紧拿着衣服离开这屋子 母亲要银联搬离这个家 不能和重国住一起 那个禽兽的魂都没了 不知道她会不会时刻受那个烂女人怂恿 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银联却不要 说自己有计划报复重国 会把自己受的还给她 大姐为了银联的安危 只能说自己每天过来这里陪伴银联守护她 而阿珍这回开始眼心畸心 庄宗卖傻半夜开车到郊外 然后又故意不带手机 用公用电话给重国报告 说自己明明在睡觉 醒来却在开车 还来到了不认识的地方 重国就紧张担心过去找她 把她带回家之后 阿珍却说自己什么不知道 之前做了什么也不记得 叫重国不要问她 说自己可能是脑子失忆了 重国就觉得肯定是银联带着家人捏阿珍 才导致阿珍这样子 掉进了阿珍的心机圈套里 回到家里来就对着银联抬骂 说阿珍现在出现了丧失记忆的现象 都怪银联天天带着家人去找阿珍 银联真是扶了这个臭男人 叫他看不惯就搬出去 和那个烂女人一起住 别在这里叨叨 不一会这个连妈也来找阿珍了 连妈没有发怒 好生好气地叫阿珍离开重国 不料阿珍这回嚣张地说自己不会离开 也不会让重国离婚 自己只享受着什么都不用管的生活 自己才不做重国的主犯朋友 连妈被阿珍的无耻激怒 表示自己一把年劲了 不要逼她为了女儿做一个杀人凶手 自己不惜断送人生来保护女儿 阿珍却不在乎 叫连妈放马过来 连妈真是见识到了什么是烂火 不一会她为了让重国相信 自己是被银联一家人虐出了精神病 她故意给银联打电话 说银联是自己的好朋友 叫银联出来见面喝茶 好好续续酒 银联真是服了这个神经病 续你的香蕉拔了去死吧 重国看到这个样子 她回拨了电话 问阿珍是怎么了 脑子被驴踢了吗 怎么能打电话给银联呢 阿珍就说银联不是自己的好朋友吗 为什么不能打 经过这事重国就彻底相信了阿珍脑子有问题 被银联一家虐出精神病 阿珍的心机系妥妥的得逞 重国立刻就过来这里 问他怎么回事 这回他右眼清醒的状态 说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事吗 他不记得了 重国真是无语了 怎么会是这样子 立刻带他去医院 医生表示脑子没有受伤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重国说的这种情况 估计是心理压力所致 重国就相信了阿珍患了精神病 不知道这都是阿珍的心机 医生还说最好要守着阿珍 否则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 过后就说自己没做 这样很危险 重国就相信了 立刻就回家收拾行李 准备搬去守候阿珍 银联在一旁看的是一把火 面对妻子要求离婚 她是装聋扮雅 重国的龌龌让银联真是大开眼睛 大姐过来看银联就撞着这银 实在是忍无可忍 立刻翻掉行李箱 真是气死人了 重国不敢反抗 只能受着大姨子的辱骂指 不一会就来到了阿珍这里 阿珍开心死了 为了让重国住在这里 她接下来就天天演神经病人 让重国为她紧张着急 想用这些举动折磨银联 还叫重国把换洗衣服 带回家去叫银联洗 果然就是这样 司机拿着换洗衣服回来 大姐看到都服了 这人不要脸真是天下无敌 等重国回来的时候 她就表示自己来这里帮妹妹做家务 不是帮渣男做家务 在别人那里住 还好意思拿衣服回来洗 真是把渣男的生活过得淋漓尽致 让重国把衣服带走 不然自己就要当垃圾扫掉 重国无可奈何 银联就天天在外逛街花钱 她要对自己好一些 不再管家里的一切 这会偶然的机会 就让她认识了一个照相的男人 她的照片出现了在人家的展览会上 她惊呆了 从此她跟这个摄影的阿杰成了朋友 自己没经过同意 把银联的照片放上展览 为了报答银联 她可以做任何事情 可以请银联吃饭逛街看电影 当银联的小弟都可以 银联这会有了报复重国的好机会 就是和阿杰走在一起 过自己自由的生活 而阿珍为了让大家都觉得 她患上了神经病 竟然冒险来到了美兰的理发店 美兰看到她就三把火 准备好好收拾她 二舅得知阿珍在那里 赶紧赶过去把阿珍带走 不然又会被揍成猪头进医院 二舅也相信了阿珍患精神病 带她回家后警告她不要出门 不要去那个理发店 不然会死得很惨 重国为了那些换洗的衣服 她在家等候着银联回家 命令银联要洗衣做饭 不能出去外面乱逛 银联根本不想理会她 女儿也叫重国滚出去 既然收拾了行李离开这个家 就不要回来这里对母亲大呼小叫 重国面对女儿这样说 她没办法只能离开 这时候 小妹在母亲这里得知 阿珍正常得很 根本就不像是神经病患者 还和她理直气壮地吵架 脑子思路清晰得很 小妹就服了这心机绿茶 立马来和银联说这事 银联还以为是真的疯了 没想到都是装了 但装着装着就真的换神经病 睡觉做梦都梦到银联和姐妹一起向她锁 看她还装过 她害怕地起床逃跑 在哪里都看到银联姐妹他们四个 电梯里也出现幻觉 匆匆逃离害怕没命 不一会银联带着妹妹就来找阿珍了 结果看到重国在这里 阿珍不在 银联要阿珍出来 不要再装神经病 这重国还把银联骂一对 说他把阿珍害成这个样子 理直气壮的维护 真是没水了 阿珍不知道开车到了哪里 刚好就叫了大姐夫这个代价帮她开车回去 大姐夫还没见过阿珍 不知道她就是那个烂女 还和阿珍聊起来 等重国出来找她的时候 就看到阿珍好像什么事情没有一样回来 真是好奇怪 重国还来询问大姐夫 阿珍什么的情况 大姐夫就说看不出她是神经病 非常正常的说话 大姐夫才知道原来她就是阿珍 重国就开始怀疑阿珍装病 过来质问阿珍开车去哪里 阿珍却说自己没开车 一直在睡觉 让这个重国无语到极点 刚怀疑她在装病 结果现在阿珍又说这样的话 重国这个傻貌又怎么玩得过一个新晋女人呢 重国要追问到底 阿珍就说自己很快要睡觉 装睡来躲过逼问 重国天天恋对阿珍时刻发神经完失踪 让她一刻都不得安宁 就觉得还是家里的银莲好 又回去躺在家里的床上 银莲看到她又滚回来真的是佛吗 她没眼看这个渣男 这渣男倒是厚颜无耻的身手 要银莲陪她 真是让银莲无语这无耻的动作 看银莲不理她 重国就追着银莲讨好 银莲叫她滚蛋 不要来这里演戏 实则让人恶心 重国没办法只有离开 看到女儿回来也只找母亲 对她这个父亲完全不搭乱 她感到一阵失落 只能进书房过夜 虽然想到上次被病死在里面有些害怕 但她为了驳回银莲的一丝情感 死就死都走进了书房 这个犯神经病的阿珍 重国已经不再守护 就安排了司机守着阿珍 阿珍去哪里她就跟到哪里 陪伴着阿珍在外面逛街 不一会阿珍利用上洗手间的时间 又逃脱了出来 司机在这里等了半天都不见人 把情况报告重国 重国又匆匆出门来找阿珍 发现阿珍回到了家里 她就一度认识 骂阿珍是不是病入膏肓了 能不能别玩这种捉迷藏的游戏 她都要被阿珍整疯了 要阿珍去精神医院做治疗 阿珍就说自己没病好的很 把这个重国气得无语 也是活该的下场 这个二舅过来也建议阿珍去治疗 阿珍坚持不去 让他们没办法 二舅安慰重国这些都是她自找的 就算阿珍变成了疯婆子 她都要受着 这重国为了轻松一些 就把阿珍带到了自己郊外的别墅 饥渴的时候 她就开车过去看阿珍 在这里一段时间后 阿珍好像恢复正常了 但她为了躲避迎联姐妹的容颠 她就继续装病 觉得躲在这里安全又幸福 马上她就被银联发现 银联今天当阿杰的摄影模特 在户外拍摄照片 突然草地的喷铃启动 把银联淋湿了一身 而刚好就是在别墅的附近 被淋湿的她就说 要到自家别墅换衣服 感冒了就没法对付渣男了 立刻就带着阿杰来别墅 阿杰在花园里也拍起来 这回楼上的阿珍看到了这一幕 脑子非常清晰地知道危险 要快点离开这里 匆匆跑上楼去躲起来 银联发现这阿姨怎么知道她要来 还煮了饭菜 银联就让阿杰留在这里 吃完饭再走 她就上楼换衣服 这时候阿珍收拾衣服准备逃走 不料正准备离开 她吃的那些稳定精神的药发作 困了要睡觉 她躺下就睡 银联进来看到这个阿珍被吓到 这女人怎么在这里 阿姨就向银联交代了事情 阿杰来一看就知道是渣男安排的 阿杰看出这种事情 知道银联受委屈 就叫银联不要理会这种烂女人 银联对阿杰就倾诉了自己的一切遭遇 两人在外面诉说着心声 阿杰却直接地说了自己很看好银联 要她坚强 夸银联是个好女人 这样的话让银联惊呆了 觉得阿杰是在可怜自己 这时候阿珍醒来了 她就继续心机装病 还拿走了阿杰的照相机 看不到照相机的阿杰立刻找上楼 要阿珍把相机交还 阿珍却龌龌地说银联和阿杰来这里偷偷约会 诬陷人家的友情 还说要银联承认自己来这里撕毁 自己就把相机还给她 阿珍还上脸地联系崇国 叫她快来 说银联和一个男的来别墅度假 真是好肮脏的行为 银联愤怒把阿珍推倒 这么玩心机就知道她一点病了 银联抢回了相机离开 当崇国来到别墅 问到阿姨是否有人来过 阿姨也是帮银联 说没有任何人来 崇国就开始骂阿珍能不能别整天搞事情 阿珍这回不装病了 崇国又不相信她是没病 两个人开始吵起来 阿珍见崇国这么维护银联 他吃醋生气决定装病下来 男人做渣男却不想离婚 想妻子做家里的免费保姆 给他洗衣做饭 他就在外潇洒快活似神仙 妻子无法容忍这个屈辱 半夜在厨房磨浅刀 很淡定的样子让渣男丈夫害怕 银联面对崇国 他很平静地说自己需要干一番大事 磨刀很正常 崇国心里很恐惧 心想银联自从知道他的扎心后 就没在家煮过饭给自己吃 他磨刀干什么 但崇国还是装弹定位银联 大晚上磨什么刀又不煮饭 银联要求他签协议 不然这刀很快就派上用场 不宜会女儿回来 还故意说自己刚才看了电影 电影里一个女人破坏一个家庭 被女主直接灭口拿刀大卸八块 把一旁的崇国听得害怕 心想银联不会这样做吧 他吓到不敢说话 因为被吓到 第二天一早面对阿珍叫他过去喝咖啡 他都不敢说马上就到 表示自己很忙要到公司去 过两天再说 这样推托了阿珍 这阿珍见崇国拒绝他 他又开始装神经病 开车来到银联这里的小区 来到这里后就遇见了银联的女 他故意和女孩谈话 装不认识人家的样子 说自己的家在这里 跟着女孩上电梯来到四楼 然后看女孩按密码进门 他记下了 不宜会他也自行地按上密码开门进去 说这里是他家 这装病连老年痴呆的病症都装出来了 心机真是不一般 走进家里就说自己困了要睡觉 躺在沙发上睡 演的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银联回来了 看到这个阿珍居然躺在这里 真是服了 想到那个渣男把家里的密码 都告诉了这个烂女人 真的很生气 大姐看到这样 就建议把阿珍抬走丢出门 银联不想碰这个肮脏的女人 立刻通知崇国 警告他马上回来把这个臭女人带走 不然自己就要动刀子了 不一会银联的母亲也来了 看到这个阿珍 不得不服他们这些渣渣 崇国回来对阿珍很生气 骂他怎么来到这里 怎么进门来的 阿珍装得好笑 就说自己什么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来到这里了 这里不是他的家吗 为什么不能来 这心机细眼的简直能把人气死 银联警告他们立刻滚去 别在这里恶心 是不是要拿刀出来才肯走 连妈也诅咒他们上戏片 简直禽兽不如 崇国根本就百口莫辩 拉着阿珍就走 把阿珍带回来这个家后 崇国逼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还能有密码进去那个家 阿珍装糊涂装失忆 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不记得 崇国要求他住精神医院去 害怕他再去那里 被银联动刀子送上西天就麻烦了 这阿珍死活不愿意去 骂崇国想摆脱自己 不想照顾他就用这样的方式 崇国面对这样的阿珍身心疲惫 很无奈地离开 觉得阿珍变成现在神经病的样子 都是银联姐妹害的 回到家里看到银联三姐妹照的照片在房里 又想到阿珍说银联和一个男人撕会照相 他就无耻地生气银联背叛自己 龌龊的人是他 竟然还有脸吃醋 他就生气地把照片撕稀碎 念叨着想离开他身边门都没有 着实是卑鄙无耻 银联就偏要和这个阿姐走在一起 还带着美兰一起到阿姐这里见面 开心地过自己的生活 不会理会那个宠物 银联和小妹回到家里 看到着照片稀碎丢在床上 心里在生气他都忍着 和小妹说这照片改天叫阿姐再给一张就好 跟小妹开始一唱一喝地夸阿姐这个男人好 自己很喜欢他 崇国听到这些话 不敢吭声只有生气的粉 不一会还接到二舅的电话 说阿珍又不见了 把这个崇国气得无可奈何 他匆匆出去找阿珍 这阿珍就又装神经病走进了银联的家里 厚颜无耻的绿茶为了博取男人的感情装神经病 胆大包天找上门来见正妻 想炫耀自己被男人联系爱护的得意 不料看到正妻的姐妹也在 为了不让自己被人家揍成猪头 他就当场装晕过去 本来想出手揍这个绿茶阿珍的银联姐妹 看到这样的情况也是懵了 开始中了阿珍的心机圈套 通知渣男崇国立刻滚回家 把这个阿珍带走 崇国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阿珍总是走进那个家 在路上接到这样的电话 气得飞速掉头回去 不一会这个阿珍醒来了 就装不认识银联姐妹 觉得这样拖到崇国回来接她 自己才不会被打 真的就给她得逞了 还说自己好为要吃饭 银联竟然也傻傻地给她准备饭 觉得她现在神经病 就当可怜乞丐一样施舍一顿饭给她吃 她不知道自己还是那个最可怜的人 被阿珍的心机玩弄得团团转 很快崇国回来了 看到阿珍还吃饭真是服了这女人 担心银联下骨 她赶紧拉着阿珍走 为了装得更香 她又说自己要睡觉了 一秒钟倒在沙发就睡 大家都相信了阿珍病的不轻 不知道其实都是演戏 就是不想被银联的小妹走 毕竟她领略过了小妹的凶狠 如果银联自己在家 她可是嚣张上脸了很 就这样被她逃过了一劫 崇国和二舅把阿珍带回去后 她又不睡了 面对崇国的逼问她总是装风卖傻 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不知道 那是怎么记得密码禁闻的 崇国要阿珍解释 阿珍也说不知道 就是一会想起来就开门进去 崇国简直是要被逼疯的状态 要阿珍去住院 阿珍不去 开始很清醒地和崇国吵起来 骂崇国随时会被看离开她 自己不会放手的 崇国看她思路那么清新 不再相信她患病 伤心地离开 觉得还是家里银联好 会让自己安心地工作挣钱 可银联已经把她踢出了自己的世界 今天很开心地邀约阿杰上门来吃饭 和大杰准备招待阿杰 阿杰拿着花来到这里 姐妹俩对阿杰是非常喜欢 大杰看阿杰年轻帅气 真有那么一瞬间希望她和银联在一起 三个人吃着简单的饭菜都很开心 根本就不会再有崇国那个渣男的位置 公司里的崇国 助理和秘书都希望她和银联复合 不要再理会那个阿杰 帮崇国准备了花 让她拿回去跟银联道歉 崇国觉得很有道理 还是银联好 就这样拿着花回家去吧 结果回到家里空无一人 曾经他撕毁的照片 银联又补了回去 放在房里 崇国看到还有花在这里 顿时他就不知廉耻地生气了 想到银联和别的男人走在一起 他给银联发消息问银联在哪里 要银联立刻滚回家 另另的语气银联根本不放在眼里 回复信息表示自己很白 让他滚蛋 他没资格管自己 然后崇国就开始发疯了 把花和照片又毁掉 好一个只许周冠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觉得阿珍烦人又想回头找银联 想得真美 这下只能又回去找阿珍了 这时候银联和阿杰在外面 阿杰就果断表达自己的心理 希望自己是银联的一堂 不管什么时候自己都愿意 银联遇到好男人了 崇国回到了阿珍这里 就想阿珍安分守己 不要去招惹银联了 更不要到那个家里去 不然自己真的就把他送精神病院 阿珍健庄不下去了 就叫崇国给他三天时间恢复病情 以后不会再乱跑 这心机是绝了 崇国也相信就更绝 银联回到家里看到房里一片狼藉 不用想都知道是崇国那个渣男 他也不在乎 绝不收拾就让他这样 这时候女儿告诉他 他们都被骗了 其实阿珍的病是装出来的 他的同学就装过这样的病 昨天被家里试穿 跟阿珍的一模一样 这下银联和小妹是恍然大悟 想不到这阿珍还来这一趟 阿珍无法装病虐银联 他就跟崇国说自己恢复记忆 想起了谁来过这里虐他 他才变这样 把银联带着小妹来做他的事说出来 崇国这个垃圾男人 时刻都被阿珍算计 生气地冲回家里 把银联推进房里锁上 这是变态又可恶的渣男 自己花心背叛妻子 妻子要求离婚他不离 居然还要暴力毒打妻子 要妻子服从他的管 也要妻子忍耐他的扎心 银联被关在房里遭崇国毒打 小妹在场没反应过来 给崇国得逞把银联关着 怎么都进不去解救银联 不管女儿怎么突叫 崇国也不会开门 要把银联打到解气为止 顾一会这个烂女人阿珍还找上的赖 她怂恿崇国虐银联 装模作样来这里看戏 不巧总会遇到银联的姐妹在这里 小妹看到她来得刚好 银联在房里被虐 她就虐阿珍 警告崇国把银联放出来 不然就等着给阿珍收尸 小妹一个人的暴力足以让阿珍害怕 顾一会还来个大跌 阿珍更加害怕了 大跌准备出手 阿珍赶紧呼救崇国 叫她出来救自己 这样崇国才开门出来 这个阿珍又开始演戏 说自己好困要睡觉 崇国就把她带进书房里休息 让女儿火冒三丈 近来指着阿珍辱骂 把这个烂女人带出去 天天演戏装风卖傻 父亲看得不累吗 还中圈套回来虐弹眼睛 以后他们的父女关系到此就结束了 你们都不得好死 见女儿这样说 崇国简直是最不可恕死不足惜 但她也依旧被阿珍玩弄命 不会这么放弃阿珍 说到底还是要扎下去 盈联从此搬离那个家 暂时带着行李到小妹的国家去住 妹夫劝她准备上诉离婚 不要和那样的畜生做夫妻了 现在这样已经是人生共愤天理难容 叫盈联想好解决这个事情 她一个男人都忍受不了这样的举动 这个崇国更威敌的行为也来了 到公司里安排助理停止她给盈联的银行卡 说盈联没钱了就会回到她身边 就会服从她伺候她 真是恶心的变态 盈联这回就收到助理的信息 叫她快点去取钱 十分钟后就停卡了 盈联看到匆匆出门 她没想到崇国会这么卑鄙无耻下三滥 居然用这种方式威逼她回去 尽管盈联火急火燎赶去取款 结果还是慢了一波 她拿不到一分钱 一直没工作做家庭主妇的自己 现在彻底成了穷光蛋 除了在这里伤心的哭一场也别无她的 这阿珍还在这个家里 在这里转悠起来 得意的说盈联根本不是她对手 这里以后就是她的了 她就演一场戏足以把盈联虐到底 感叹盈联不自量力 居然叫姐妹来打她 她还自夸自己眼神经病 演的是真好 悠哉喝起咖啡洋洋自得 这样还不够 来看一帽间发现一个空的保险柜 她又准备对盈联诬陷一波 不宜会盈联女儿放血回来 还带着外婆 她不敢再待下去 就离开这里 在停车场的时候 就给崇国打电话说自己被她女儿赶出来了 还有她怨目 她好害怕呀 崇国还恶心地怜惜她叫她快离开 不宜会大姐来到这里看到阿珍 阿珍又加重戏码说追到停车场来打她 她要挂电话快走 崇国是无条件相信这个烂阿珍 真是没脑子该天打雷劈的男人 为了给阿珍讨温道 还把盈联的小妹找来 警告她不要再找阿珍麻烦 小妹让她去死吧 不要以为自己是这公司的老板就命令她 她不吃这一套 大不了不做这个工作 崇国她没有胆量吵小妹的忧 只能忍着小妹对她的顶状 回到家里娘家人聚集在吃饭 听到他们商量要为盈联出气 崇国不敢进去 害怕自己挨揍 悄悄地离开这个家 只能回去阿珍那里 这回阿珍就开始龌龊地诬陷盈联 还说盈联可能藏了不少四方钱 计划好了离家出走和男人双速双飞 叫崇国一定要把盈联带回家看着 不听话就动手 达到福气为止 崇国听着这些话 居然也觉得有道理 真是脑子被驴踢了的男人 阿珍就是只想享受崇国的荣华富贵 不会想做崇国的主饭婆 也不想崇国对盈联有心 下三滥地怂恿崇国 把盈联找回来做免费的毛 崇国居然也乖乖听了阿珍的话 盈联对他这个渣男 已经彻底死心和憎恨 走进了年轻小伙阿杰的身边 想阿杰帮他实行报复计划 阿杰对盈联也是有真心 不管盈联怎样的态度 他都答应全力以赴 崇国以为断掉盈联的生活费 盈联就会乖乖地回家 回到他的身边 真是太瞧得起自己了 回到家里看着这凌乱的房间 再也没人把这个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不知道盈联在哪里 心里急切地想把盈联带回来 不宜会看到这个空的保险柜 就彻底相信盈联藏了很多私房钱带走了 估计不会回到他的身边 也可能拿着钱跟别的男人过起了生活 他越想就觉得越不敢 决心要找到盈联 给女儿打电话问情况 女儿叫他滚蛋 自己没有父亲 连妈也接过电话诅咒 他不得好死 让他死在外面不要来祸害人 崇国就算成了人人唾弃的 他也不会放弃盈联 盈联被断绝了生活费 就来拜托大姐夫帮他把车子卖掉换起 只有这个车子是属于自己 当初还好听从了闺蜜的话买了一辆车 不然他什么都没有 从来没想过会遭背叛 自己就从来没有藏过一点私房钱 导致现在身无分文 盈联和姐夫在这里见面的事 就被阿珍的二就看到了 他知道崇国一直在找盈联 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阿珍 阿珍立刻就转到崇国 叫他去把盈联抓回家 崇国来到大姐夫的家里 大姐看到他就来回 崇国很硬气要姐夫说盈联在哪里 姐夫看他这个准备摆烂的态度 只好告诉他盈联住在三妹婆的 有本事自己去找盈联 崇国怎么敢闯进小姨子的家里 三妹可是脾气暴躁得很 大姐就通知三妹叫盈联快逃 说崇国要过去抓人 三妹就服了这样的渣男 竟敢这样放肆 老虎不发威当他是哈喽KT猫了吧 三妹让丈夫把盈联送走 阿杰开车带着盈联离开了 当崇国回到家里 又看到阿珍出现在这里 真的很纳闷他是怎么知道门锁密码 阿珍随便忽悠说自己一时想起来 这无脑崇国也是相信 很快他在公司就接到助理报告 盈联和阿杰的照片也带了回来 看着这些照片 阿杰的年轻帅气就让他不舒服 自己根本没法比 下一秒助理说还做了这个男人的调查 让他看资料 自己的一个小公司在他们眼里就是毛毛细语 弄垮他就像掐死一只蚂蚁的蚁 崇国还以为弄错了 助理说没错之后他不淡定 自己怎么对付得了这个财阀富二代 完全是没有反击的余地 回家的路上他就一直在想怎么办 万一盈联真和阿杰结婚 利用那个家的势力把自己搞破产怎么办 想要盈联回到自己身边 但是盈联怎么可能会回家呢 就想到关键问题是阿珍 只要阿珍消失盈联就会回家 他就想怎么摆脱阿珍 于是用以退为进的方法 跟阿珍说自己要放弃盈联 然后和阿珍结婚 阿珍死活不愿意 表示会帮崇国把盈联找回来 还很得意地说他去诱惑那个财阀少爷 把盈联他们拆散 这样盈联就可以回家了 好一个见钱眼开还无耻的女人 崇国暗自骂他真不要脸 他以为自己是18岁姑娘 还去诱惑人家 阿珍得意地离开了 很有自信的样子准备去调财阀少爷 盈联不知道阿杰是财阀富二代 每天两人一起工作开心得很 完全把渣男从国抛在九霄云外 他不会再为渣男伤心 庆幸遇到阿姐 阿珍这里就要二舅给他查阿杰的底细 要知道这个年轻小伙是多有情 二舅不解他这是干什么 他居然说自己要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因为这男人喜欢银联 他要男人喜欢自己 自己来享受这个豪门生活 二舅骂他是不是又犯神经病了 脸皮怎么这么红 祸害人家一次还不够 还要祸害第二次 都不怕老天收了他吗 阿珍完全不顾二舅怎么说 就在想自己该怎么迷惑这个阿杰 怎么把他成为自己的男人 二舅不帮他 他就向崇国的助理咨询 知道了阿杰是家世显赫的富二代 他更加确定自己的心 是要俘虏得到阿杰不可 阿杰和银联在一起 崇国就安排了人跟踪他们 想找机会把银联抢回去 可阿杰不是好人 想下手抢人们都没有 崇国为了抢回银联 无耻地向银联妈告状 说银联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这样背叛他 岳母都不管管了 真是恶心到几点 连妈听到崇国这样说 挂断电话后就叫三妹把银联找来 不要和别的男人传出什么非议 叫银联回家吧 三妹都不知道母亲是什么小徒 居然要银联回家 想银联被那个渣男打死吗 连妈就觉得银联不该和别的男人走在一起 说这样是不滚 三妹都服了母亲这种想法 和母亲吵起来 让她别拿道德来祸害自己的女人 是崇国有错在先 连妈这回就像是崇国母亲一样了 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想要自己的女儿回去受罪 阿杰带着银联来到了自己的别墅度假 让银联把朋友和女儿也叫来了一起玩 处处维护着银联 崇国这里随时收到情报 得知银联在某别墅 他准备出发把银联抢回家 出发前还把连妈找来 把那些照片给连妈打 说银联背叛他 这些就是证据 好不要脸的行为 明明就是自己变渣男 现在倒是把一切罪行怪到银联身上 连妈虽然觉得银联这样不对 但罪魁祸首是崇敏 叫崇国和阿珍断掉一切 崇国怎么会把他的话听进去 就说有的是办法把银联带回家 很快他就来到了银联这里 看到人家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他盯着银联 一个保镖就在盯着他 他敢动手就要遭殃 银联知道崇国来到 为了报复就和阿杰亲密无间撒狗粮 让崇国看个够 崇国在一旁气到牙痒痒 准备上前去抢人 不料被阿杰的保镖阻拦 示意他立刻离开 不然就要变猪头 这回出现了两个大汉帮崇国 崇国以为自己赢定 结果遭保镖三两下就把他们搞定 崇国这回反应过来银联已经不见了 他恼羞成怒地在这里大喊 保镖要他滚出自己老板的地盘 不然他就没命回家 崇国骂骂咧咧不得不放弃 而阿珍这回也是假好心 表面说要帮崇国把银联带回家 来拆散银联和阿杰 真相却是他想俘虏阿杰 想享受阿杰的荣华富贵 觉得崇国那个小富豪不香了 在停车场候了阿杰三天三夜 看到人家带着银联回来 心里暗暗嘲讽银联说阿杰很快就是他了 真是自恋狂胎看得起自己 转身就来找崇国 要报告崇国叫他去阿杰家里 崇国看到这女人找到公司来 也不知道他安得手心 崇国很生气不要他插手自己挽回银联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银联才不肯回家 要阿珍滚得远远 阿珍就说自己知道银联住在哪 要带他过去找人 他也明示自己的 只要他俘虏到那个阿杰 拆散他们银联不就回家了吗 崇国听到这样说 要阿珍别想了 跟他结婚好了 自己就放弃银联 这阿珍万分不愿意 觉得那个阿杰好 叫崇国绝不能放弃银联 好一个不要脸烂情拜金的女人 这个崇国怎么都不会想到阿珍会这样 崇国不行动 他倒是厚颜无耻地找在这里 见到银联的第一句话就是 叫银联快回家崇国再等着 银联看到他就有心 要阿珍滚出去 阿珍醉翁之意不在觉 就是想来认识阿杰 想使用他的那些妖术迷惑人家 觉得是男人都会被他迷倒 结果阿杰看到他的一瞬间 叫他这个大神立刻滚出自己的地方 不要在这里发神经 崇国这会越想到 银联和阿杰亲密的一幕就不爽 难道自己真的要面临银联做财阀夫人 然后报复他把他弄破产了吗 想着银联那么好 被一个财阀少爷喜欢也是很正常的事 他开始犹豫了 阿珍死活不愿意和他结婚 他又弄不走阿珍 阿珍不走银联永远都不够回来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阿珍已经把崇国的家当家了 开车回来小区门口 刚好就遇到了银联大姐 大姐是过来拿银联的衣服 就给他撞个正着 阿珍怕得要命燃紧挂道的 不然又要被做个半死 崇国为了挽回银联 就来叫女儿回家 女儿讨厌他这个父亲 不会回去也别想用这样的方式挽留母亲 那个阿珍一天不消失 那个家就天天看到阿珍的生命 难道自己要和那个烂女人一起住吗 他才不要 崇国没办法 女儿说的是事实 果然他回到家就看到阿珍躺在这个床上 把这里当作自己家了近出自然 还睡他的床 崇国很生气要阿珍起来 质问他不想和自己结婚 又天天睡在这里干什么 进来这里干什么 炫耀你的魅力吗 都这样子了还想怎样 阿珍还是那句话 要帮他把银联找回来 真是黄鼠狼假好心 崇国开始讨厌阿珍 他就觉得不管怎样都要留意 去挽留银联 开始来到银联住的小区 结果这个阿珍也来了 假惺惺说要帮他 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目的 两个人就准备上演着各自的不要脸 不要脸的崇国和阿珍来到这里就动手 看到银联的照片就愤怒地说银联是他 阿珍还不知廉耻地激怒崇国 巡视这个房子 说银联和阿杰工作休息都在一块 真是好恩爱啊 崇国时刻被阿珍玩弄 当个傻子一样 开始砸照片 开始大战起来 阿珍还装晕道想活取阿杰的同学 他又想把银联这个男人扑鲁 觉得崇国又老又傻 没有阿杰有钱 暗中打主一想自己和阿杰在一起 银联回去和崇国复合 绿茶就是绿茶 时刻都是那么肮脏卧主 阿杰为了保护银联 每天自己去哪里都带着银联 不给他单独一个人 银联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和阿杰在一起笑得很开心 崇国毫无办法 自己剁不过阿杰 这会意识到银联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个阿珍就知道花他的钱 不再去阿珍那里了 孤独地回到家 想着以前银联在的时候 煮好饭菜等他回家 还有女儿也懂事 一家人很和睦的情景 现在都不存在了他该怎么办 又想这么好的女人 贬那个阿杰他就是不甘心 于是他就想硬抢银联 又到银联这里来了 说要带银联回家 还命令银联服从安排 不要逼他发暖 银联都服了他这个渣男 做错事的事他还敢这么嚣张 他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要崇国滚出他的视线 崇国被银联骂得这么丢脸 只好先离开 别无他法的情况下 又求助阿珍 阿珍总会那么多下三滥的手段 他叫崇国这样走 崇国不一会就来到银联妈这里了 准备实行心机 说自己愿意奉养岳母 还有岳母的孙子 孩子没有父母 靠岳母养活很势力 他愿意负责孩子读到大学的费 只要岳母带着孩子到自己家里 崇国用钱收买人性 觉得这样 银联妈肯定帮他劝说银联回家 毕竟孙子的前程 在银联妈眼里是最重要的事情 连妈也心动了 要崇国和阿珍分手 自己就帮她把银联叫回家 小妹来听到母亲居然为了钱财 遭她二姐的人生 她不同意银联回去那个玩屋 好不容易逃脱出来又叫她回去 是不是疯了 她死活不赞成这种做法 这阿珍又作妖了 准备出门实行她的绿茶本 要俘虏那个阿姐 把银联赶回崇国身边 这下她是毫不掩饰地说自己的目的 叫银联放弃阿杰回到崇国身边 她要和阿杰在一起 真是无人能敌的厚颜无耻 阿珍的这些话让崇国火气冲天 问她是不是喜欢了那个财阀阿杰 阿珍也毫不掩饰说实的 银联总是那么好 遇到好男人 现在又给她得到财阀少爷的爱了 她要把那个阿杰抢过来 叫崇国和银联复合在一起 她就和阿杰在一起 崇国终于都看清这个渣女的真面膜 两个人开始大吵起来 表示阿珍愿意和自己结婚 她什么都会比阿珍 阿珍野心庞大说崇国是一个小不好 阿杰是财阀 自己已经不稀罕崇国了 崇国被气到不行 怒吼着要阿珍滚出这个房子 滚出自己的世界 两个人终于都闹白了 还以为阿珍会一心一脱 全都是狗屁 这下崇国半夜在这里哭泣都没有 为了那个阿珍好好的家没有 真是活该的下场 阿珍刚和崇国闹了分手 这银联妈就来找她 希望阿珍离开这个城市 她想要银联和崇国复活 银妈之前被崇国的条件诱惑 觉得要女儿和崇国复活是最好的结局 就来想要说服阿珍消失 阿珍为了哭鲁那个阿杰直不离开 叫莲妈走 也来这里多管闲事 她的生活也拧不到莲妈 莲妈也被她气得无语 活了几十年 阿珍这种人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做绿茶做得这么卑鄙无耻 现在崇国也想一心找回银联 唯一指望的也是莲妈 但莲妈劝说不了阿珍离开 和阿珍大吵一架后 她坐车到了乡下 来看死去的丈夫 说着银联的遭遇 伤心地在这里痛哭 最后还在这里睡着了 一个大婶来看到就认出她是曾经的邻居 把她带走要和她好好酗酒 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的银联 在大姐那里得知母亲去找阿珍 银联和阿杰还有美兰就来找阿珍要母亲 阿珍看到阿杰是两眼放绿光 故意靠在人家身边又活 行为恶心道徒 阿杰越躲她她就越是蹭过来 还说要阿杰跟她约会 他们得知莲妈不在这里 赶紧离开阿珍这个恶心的房子 此时的莲妈在和乡下的大婶喝酒叹心 说到银联的遭遇自己想那个烂女人离开远远 却不能如意把她女儿的家庭搞得乌烟瘴气 自己儿子也不在世上了 莲妈觉得好无助 莲妈喝得微醉 在离开的路上一个男子出现 说自己是莲妈儿子的好朋友 她来帮莲妈处理那个烂女人 要莲妈把阿珍的地址说出来 她帮莲妈完成心愿 这下好了阿珍的报应就来了 这个崇国还真的是不死心 想要找回银联 又来和阿杰谈判 要阿杰放开银联 阿杰表示做不到 自己不会把喜欢的女人放进忙碌 不会让她过生不如死的生不 崇国再也无话可说了 只能将就和阿珍一起 结果回到阿珍这里就发现阿珍不在家 打电话也不通 留言让阿珍快点回家 有事情商量 但她等到了深夜都不见阿珍回来 就离开回自己家去 在楼下看到阿珍的车停在这里 以为阿珍又玩离家出走的心机系 她就不在乎 四天过后二舅也找不到阿珍 怀疑这是不对劲 问崇国是否知道阿珍在哪 崇国说自己也几天没见过阿珍 这下好了 阿珍失踪了 不幸的她终于柳暗花明要迎接幸福了 偏偏她却有一个固执和古板的母亲 看她居然和一个年轻三岁的小伙子在一起 觉得小伙不可能娶她这个世婚妇女 居然来劝她和渣男前夫复合 来这里一顿责怪 骂她抛屉女儿不知廉耻和年轻小伙谈感情 迎联面对母亲这样来责骂自己 真的怀疑她不是自己母亲而是那个渣男崇国的母亲 怎么可以这样来责害自己 要自己和渣男复合呢 她好不容易逃出了虎口 母亲却来这样劝说 迎联很伤心和母亲吵起来 难道母亲要看着她被渣男暴力打死 天天面对那个绿茶女人住一屋吗 真是服了母亲的做法 母亲为了崇国那点钱牺牲女儿 这样的母亲让她很痛心 大发脾气哭一场的银帘 让母亲再也无话可说 连妈被崇国唆使 觉得崇国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作渣男 而阿珍也失踪不见了 崇国得不到银帘的回头 也找不着阿珍 让她很迷茫 就在这时候她发现了阿珍电脑上的笔记 说自己装神经病欺骗她 欺骗银帘一家成功赶走了银帘 还有说到了15年前离开崇国的时候 就怀了崇国的孩子 现在孩子在国外生 崇国发现这个秘密很震惊 原来阿珍还生了自己的儿子 得知这消息后她坚定了心意 决定不再挽救银帘 找回阿珍和儿子在一起生活 要求阿珍二就立刻调查阿珍失踪的事 崇国为了这个儿子 立刻过来找银帘 说自己会准备一切协议办好手续 银帘从此以后就自由了 告诉银帘自己有个儿子 阿珍生的儿子 希望银帘原谅他的扎心 从此以后就互不相当了 银帘很惊讶居然还有这事 银帘就想带着女儿生活 崇国不让用经济实力来压银帘 银帘没有能力养女儿 银帘就无法反应 两人达成共识 后天就正式办理手续 银帘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这个莲妈还想做最后的女 在崇国的家里帮忙打扫卫生 结果大女儿来告诉她 让她别白费心思 崇国决定了办手续 她和阿珍有个儿子 这话让莲妈脑瓜子嗡嗡嗡 怎么又多了个儿子出来 这下她彻底放弃了要女儿复合的心 从这以后崇国就一心想找到阿珍 和二就在紧急寻找阿珍 希望阿珍回来一家团圆 银帘自由了大家过来为她庆祝 大家都希望她和阿杰在一起 和阿杰在一起才是对的选择 银帘不出戏却有一帮为她出头的好友 也算是幸运 不然她都被崇国和阿珍捏成狗了 崇国这时候却不要脸的来求莲妈 叫她带着孙子过去自己家里 自己会负责莲妈孙子的前程 因为女儿跟着她生活 希望莲妈过去陪伴女儿 莲妈不解这是要她过去 当保姆照顾阿珍和她的儿子吗 崇国就保证阿珍和儿子 不会住那个女儿 让莲妈放心搬过去 莲妈就动心了 也不知道崇国说的是真是假 说到底崇国还是想要一个保姆 照顾她和女儿 没有了银帘就找莲妈 很快助理就拿着协议书来找银帘了 12年的婚姻在这一刻终于画上句号 她摆脱了生不如死的生活 痛心自己12年的付出 竟换来这样的结局 好在遇到了阿杰让她有了安慰 而崇国和阿珍的儿子今天也回国了 崇国来机场见面 看着二舅迎接儿子 她不敢贸然上前 突然多了一个这么大的儿子 崇国心里欣喜若狂激动不已 自由的迎联和阿杰 正式开启了另一段恋爱之旅 作为一个失婚妇女的她 是否能把握住这个幸福 顺利嫁入豪门 崇玉幸福的她 却成了母亲的担忧 她比财阀少爷大三岁还离过婚 不知道财阀家里 是否同意她这样的人做儿媳 盈联看到母亲这样操心 她诉说着自己遇到阿杰后的幸福 不管结果如何 自己都要试一试 为幸福争取一次 失败了也无妨 连妈因为崇国的钱财 心里还是不怎么舍得女儿离开崇国的 但盈联都这样说 她不再敢多说什么 下一秒就让她恨不得盈联立刻再婚 今天来到大女儿的家里聚餐 连妈就想大女婿打凝阿杰的背景 得知人家是最好财阀的时候 连妈感到了庆幸 女儿不用受苦 她以为只是普通的财阀都很好 没想到大女婿说 市里最大的医院就是阿杰家的 连妈更是惊呆了 女婿劝说她不要干涉英联 让他们自然发展 结果怎样是他们的事情 也叫连妈不要再提那个崇国了 崇国现在有儿子 要找回阿珍一家团聚 崇国天天就往阿珍的公寓跑 看这个所谓的儿子托尼 13岁的托尼一眼 就看出崇国和自己母亲关系不废 开门见山说崇国 崇国是不是以为她是自己的 叫崇国不要被母亲骗了 母亲是撒谎精 在国外不少人被母亲骗得团团转 崇国很惊讶这个说法 阿珍确实也是这样的人 但她还是相信阿珍不会拿儿子开玩笑 她坚信眼前的托尼就是自己的 不然她那么彻底地放弃 盈连岂不是亏了 崇国这渣男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还在衡量着两个女人 盈连现在很幸福地每天和阿杰在一起 千万都不想再看到崇国来掺和自己的世界 盈连要努力几身豪门了 崇国因为托尼说不是自己儿子 她开始心慌 回到公司就安排助理给她秘密进行亲子见面 不能是一场乌龙 自己为了这个儿子还放弃了盈连 崇国这回来叫女儿回答 起码这个女人是她的 不能再失去 女儿不再恨她 反而感谢她放开痛苦的母亲 让母亲寻找自己的幸福 崇国在孩子面前算是丢尽脸 要女儿面临这样的事情 看到盈连回来的一刻 她也不再敢多说一句 当彼此是相识一场变回陌生的人 盈连跟女儿回到这个家拿最后的心 而崇国为了找到阿珍 却怀疑起盈连把阿珍祸害了 失踪这么久都不见回来 盈连刚有了一丝感激她放过自己的心 结果来怀疑她祸害阿珍 她知道了什么叫狗改不了事实 对这个男人真是无底的失望 晚上她一个人就把盈连的娘家人想得便 是不是他们把阿珍毁尸灭解了 盈连的大姐和闺蜜 个个都凶神恶煞 恨透阿珍的人 是他们也不奇怪 还有这个小妹 也是出手凶残的女子 阿珍不是他们的对手 在想阿珍是不是被收掉去西北卖弦压大了 崇国害怕得很 第二天她做的亲子鉴定也出来了 助理说不是她的儿子 这下完了 抛弃妻女居然那个不是自己的儿子 她不敢相信这个结果 为了阿珍和这个儿子 她放弃了那么多 怎么可以是阿珍的谎言 她不接受这样的结局 为了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责怪伺候了自己12年的好前妻 扎得非常彻底 迎莲来看女儿 遇上崇国回来 崇国却说要她把阿珍交出来 迎莲很生气她这样说 表示自己没有接触阿珍 能不能别这么卑鄙无耻 崇国咬定是她和娘家人联手把阿珍怎么样了 迎莲被崇国的扎气死 骂她没脑 小心遭报应 果然当她二次做亲子鉴定的时候 亲自来医院拿结果 医生告诉崇国孩子真不是她的 请她接受这个答案 崇国脑瓜子开始嗡嗡的 阿珍把她玩弄得好惨 自己为了她抛弃了一切 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该怎么办 真的好想跳进这个汗江里面一聊百聊 这回她有了一丝对迎莲愧疚的心 迎莲因为崇国的怀疑 她回家来问母亲 有没有安排人把阿珍怎么样 母亲也是无语了 她不做任何解释 就说阿珍消失了最好 她恨不得永远都不要出现 迎莲不明白母亲的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母亲为了报复 把阿珍弄到了哪里去 迎莲害怕母亲犯了 和母亲吵起来 莲妈表示这不是迎莲操心的事 你管阿珍死活 崇国因为阿珍找不到 二次检查孩子不是自己儿子 她不死心来调孩子一起去鉴定中心 结果孩子说出了惊人的真相 叫她不要白配心思了 她被母亲骗了 自己不是她的儿子 也不是阿珍儿子 她是阿珍和国外前夫领养的孤儿 这让崇国想死的心都有了 原来一切都是阿珍的骗局 纯粹是为了她的荣华富贵 这时候阿珍回来了 好像在外面度假回来那么精神 给这个美兰看到了 立刻是把这个消息告诉迎莲 真相终于来了 害她还怀疑自己的母亲 这阿珍竟然好好的回来了 走进这个房子 崇国看到她的出现 简直是无法置信 这个女人把她祸害得那么惨 竟然是一点事没有回来 她看着这个阿珍觉得好恐怖 自己一片真心被她玩得团团转 崇国的报应也算是来了 她离开了房子 这孩子不是她的 是阿珍领养 崇国越想就越不干 竟然这样玩弄她 她又折回头准备和阿珍开战 两个人大吵起来 阿珍这会不承认自己的卑鄙行为 表示自己从来没说过孩子是崇国 崇国也是服了阿珍的强词夺理 自己那么真心爱她 为她抛弃一切 她竟然说一切都是假的 崇国很生气也很后悔 就想来连妈这里给她道歉 自己彻底的错了 结果遇见迎莲 她很心痛愧疚地叫了迎莲亲子 说阿珍的儿子不是自己的 她该怎么办 现在她什么都没有了该怎么办 迎莲无法给她答案 就说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 然后离开了崇国的视线 崇国看着迎莲离开 瞬间就晕倒在这里 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不一会女儿来看外婆 就发现崇国这个父亲 一动不动躺在这里 赶紧通知了救护车 崇国上了救护车进院了 这个阿珍还在和儿子说崇国是个傻瓜 自己说什么他都信 还真把你当儿子了 真是好笑 好一个无耻又歹毒的烂女人 面对二舅询问她去了哪里的时候 阿珍就说是迎莲的母亲把她绑架了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这些话 她开口就撒谎的功力是无人能抵 这个二舅也八分相信她的说辞 觉得她是被人绑架 不是自己玩失踪 最后阿珍还说自己有计划要实际 不知道又要搞什么鬼 崇国这回躺在医院急诊室 无亲无气的她连妈在照顾着 看在她是前女婿的份上 连妈还是没有怨言守候在病床前 大姐夫也来轮流换班 医生告诉他们 崇国可能是中风的状态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来 这下好了 他们是不是要一辈子照顾这个崇国 崇国中风病重不知何时会醒来 15天不醒来回归公司 公司将选举其他股东做会长 就会失去她富豪的光环 连妈这个前岳母还替崇国担忧 以德抱怨在这里伺候崇国 她那么扎自己的女儿 自己还是来照顾这个渣男 得意的时候那个阿珍就围着她转 现在病倒了不见阿珍来照顾 盈莲也接到女儿电话告知 说父亲躺进了重症室 盈莲受尽崇国的虐待折磨 该高兴她遭报应才对 因为女儿的关系 她也担心崇国的病情 害怕女儿永远失去父亲 阿杰得知崇国住进她家医院 崇国的情况相当于植物人 如果没有抑制醒来就一辈子躺在医院 她还大度陪伴盈莲来看这个重症室 连妈叫他们离开 他们不适合出现在这里 毕竟是前夫的关系 自己留在这里照顾就行了 盈莲却拜托阿杰用医院里最好的医生救崇国 这盈莲的举动是可笑又可悲 渣男虐她千百遍 她待渣男如初恋 所幸阿杰心胸广阔不计较 为了盈莲她愿意付出 阿杰都被盈莲当成傻瓜了 因为崇国住院 盈莲为照顾女儿 她拿着行李又准备回去那个家跟女儿 阿杰就在医院这里打点着医生救治崇国 阿杰的付出不知道能不能换来盈莲坚定的爱 这回阿珍这个烂女人终于来了 说要看崇国 和阿杰碰面还自以为是的表示 自己只是来看看 希望阿杰不要误会 自己不喜欢崇国倒是喜欢阿杰 叫阿杰给她一个机会 阿杰都服了这样的绿茶 不知廉耻到处滥情 进来病房看崇国 她就说崇国是傻子 为什么要相信那个孩子是自己儿子呢 为什么要离婚呢 自己从来没叫过她离婚 只是享受和她在一起而已 这些话刺激崇国不醒来都不行 她虽然昏迷 但她听得到阿珍说的话恨透阿珍 盈莲为了女儿住回这个家 阿杰来看她 她万分的惭愧 阿杰总在心里安慰自己 盈莲是为了女儿这样做 不是为了崇国 希望盈莲明白她的心意 盈莲善良过头 阿珍这里却又在打另一个主意 她厚着脸皮来公司 跟助理说自己可以帮崇国守住会长之位 要助理全力辅助她 助理也被这个阿珍算计了 崇国再不醒来 阿珍连她公司都霸占 不一会她就和助理一起到医院来 盈莲也在这里 看到这个阿珍她是无语至极 要阿珍离开 阿珍却上前去跟崇国说话 叫她快点醒来 不要被岳母的假好心欺骗了 晚上被岳母灭口都不知道 因为她就是被连妈绑架失踪的 阿珍的可恶让盈莲大声辱骂她 要她滚蛋 阿珍却不要脸地说叫盈莲安静 说崇国需要休息 一个绿茶把这些人气得无可奈何 就看着阿珍在这里放肆 不知道丢阿珍出门 阿珍离开后 盈莲狠气叫母亲不要在这里照顾崇国了 让阿珍来管 她不允许母亲留在这里 连妈还是坚持要留下 盈莲气得不省跟阿杰回去 第二天当大姐夫来医院的时候 崇国居然醒了 不用成为植物人 叫来医生观察 也说应该很快就可以恢复 盈莲得知这消息后 立刻就要阿杰带她到医院 还说她晚上留守重 让大姐夫回去 这举动让阿杰不爽 但又不能发泄心里的粗意 阿杰看着这个崇国 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感觉盈莲不属于她 最后她独自离开了医院 心里不是滋味 盈莲在这病房里 诉说着自己恨崇国的心声 就算崇国以后 给她下跪认错摘心心情原谅 自己都不会看她一眼 崇国听到这些话不能睁开眼 心里却呼唤着盈莲 求盈莲别离开 还伸手紧紧抓住盈莲 真不知道这项什么话 盈莲完全不顾及阿杰的感受 总以为阿杰很大度理解她 她不知道谁会愿意 心爱的人去照顾前夫呢 阿杰回来后很疑惑 不知道自己和盈莲 现在这样子算什么 盈莲看着这个崇国 明明恨不得她遭殃 自己却心软地痛苦 也痛恨她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 不知道盈莲什么想法 既然恨这个男人 为什么还要来照顾 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自讨苦吃 曾经被崇国折磨暴力毒打 现在还这般宽容的心态来照顾她 总以为自己真善美 不料他们母女的以德抱怨 并没人会感激他们 反而换来绿茶阿珍的嘲讽 完全是好心找碎兽的节奏 从医院回来的莲妈 就被阿珍找上门来 来到面前嘲笑莲妈 莲妈真是大爱崇国那个前女婿 心地真是善良 崇国内的男人那般虐待盈莲 还那么照顾她 还想着盈莲和崇国复合吗 为了复合之前还找人绑架她 她现在不稀罕崇国了 让莲妈叫盈莲尽管拿去 要莲妈道歉绑架的事 莲妈听到这话简直气到高血压 这女人的不要脸是无敌了 是她祸害了自己女儿的幸福 莲妈要阿珍下跪认错求饶 正吵着大姐就回来了 刚好立刻就上演薅头发大战 不是你弄死我就是我弄死你的情形 大战了几分钟后 阿珍斗不过两个人 只能认输离开 这一家人被阿珍和崇国两个渣渣祸害得不轻 潇洒的时候就有阿珍 现在崇国躺病床了 阿珍不伺候却来这里得意折磨他们 盈莲在医院傻傻地照顾崇国 就连现任爱人阿杰也要受盈莲的嘱咐 安排最好的医生给崇国治病 阿杰不想盈莲这样陪伴下去 也只能安排医生尽力医治崇国 让他快点康复盈莲就不用守在他身边 阿杰是最无奈的一位 崇国都这个样子却还是那么不要脸 阿杰一离开他就叫盈莲妻子 要盈莲喂他吃饭 盈莲虽然很不情愿 但还是做了这个事 连妈过来看到盈莲这样伺候崇国 她倒是不赞同 她想盈莲和阿杰在一起 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情况 又和崇国复合 她对盈莲的做法很无语 那个阿珍时刻在身边 她是不会幸福的 连妈照顾崇国只是看在以前崇国给他拿生活费的份上 并不想盈莲这样做 把盈莲叫走之后 这个崇国晚上就开始发疯 要找盈莲 连妈说他们已经离婚了 崇国像个疯子一样大骂 她不找阿珍却是不要脸的找盈莲 让这个连妈都无奈得很 一个星期后崇国恢复了很多 说话力所也认得以前的人 助理过来告诉她 公司面临着资金危机 叫她快康复出院 这个危机又将是阿珍的好机会 她一时恢复了不再敢要求盈莲 而是最想念女 因为她只剩下女儿这个亲人 一场扎心过后 这崇国是不是就反省做好了吗 结果却是令人超出意料 把她的不要脸发挥得淋漓尽致 盈莲非常害怕她会苦苦哀求自己复合 想到了阿杰 她就赶紧离开病房 回来阿杰的工作室 阿杰不知道盈莲已经回去了 她还来医院接盈莲来着 看到盈莲不在 崇国看到她的一瞬间 就愤怒地说盈莲是自己的 要阿杰滚蛋 休想抢走她妻子 阿杰看她是个病人不计较 就遭崇国打了一拳 真的是不该救这个渣男 救活过来反而来她造 阿杰容忍着她 回来就看到盈莲躺在这里 盈莲害怕崇国康复后会纠缠自己 和阿杰诉说着心声 阿杰要盈莲放弃一切 盈莲面对阿杰提出要出国生活 离开这个她被渣男前夫折磨的地方 盈莲却舍不得 想到那个女儿就不敢答应阿杰 阿杰看到她这样犹豫 就知道自己并没有让盈莲死心踏之 于是表示让盈莲放心 自己不勉强她 因为她答应了家里要和盈莲分手 盈莲拜托她安排医院最好的医生救崇国 跟父亲交换了条件 就是和盈莲分手 父亲不接受她找一个失婚妇女 盈莲很惭愧 要现任就前任确实是很荒唐 连妈也在担心他们两个 崇国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也害怕她纠缠盈莲 盈莲和阿杰不能顺利在一起 偏偏这时候无耻的阿真又出现了 知道崇国康复了她就来了 要照顾的时候放狗都找不到她来照顾 来这里还不忘祸害盈莲 告诉这里的护士 他们的院长儿子跟崇国的前妻谈感情 把这个崇国弃进医院 护士就震惊了 少爷和这个男人的妻子谈感情 那院长是不是气死了 护士相信了阿真的造谣 阿真十足的一个祸害 走进来看这个崇国 崇国第一秒是恨她的 但阿真开始实行她的心机系 不用五分钟就把崇国的心掰向了她那边 崇国也是完全好了伤疤忘了痛 被阿真玩弄病倒的事成了浮云 阿真心机上演苦情细 自己领养那个儿子 也是为了纪念他们之间死去的孩子 当初分手后就被长辈反对 放弃了三个月的孩子 他很心痛就用了这样的方法 崇国这个傻貌瞬间就觉得自己对不起阿真 一副惭愧的样子 两个人绝对的天生一对 马上就和好一起出来散步 崇国抱着阿真道歉 不能保护他真是对不起 真是只长脑袋不长脑子的男人 两个人又扎在一起了 让人颠覆认知 这个大姐夫过来看到这样 实在是服了阿真 他们一家还照顾这个崇国 没想到还是和阿真继续 很快迎联过来 看到阿真来这里享受成果 他又不甘心了 和阿真在这里斗心机 表现对崇国很关心 不想让崇国被阿真抢走的样子 不甘心自己照顾崇国康复 就被阿真坐享其成 崇国就把阿真叫走 留下迎联说话 坦白地问迎联会不会符合 迎联很果断回答不会 崇国就让他走 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不要来管他和阿真怎么样了 迎联却不走 就是不甘心 他要崇国不能和阿真在一起 崇国又怎么会答应 生气地怒吼赶迎联 迎联才离开病房 不一会阿杰的父亲就来找他了 要他到办公室谈话 阿杰父亲也走进病房来看崇国 想崇国询问了阿杰和迎联 是在婚前就在一起吗 导致他病到进医院 崇国也无耻地说是的 相信了当初阿真的造谣 院长就相信了他的话 回来办公室见迎联 第一句话就是要迎联离开 他这样的女人不配做自己儿媳 阿杰是未婚 怎么可能娶他这个失婚的妇女 迎联遭羞辱生气地离开 回到阿杰这里就愤怒发泄 自己一想天开谈了这场感情 这是阿杰给自己创造的美好 责怪自己谈性 以为可以和阿杰天长地久 不料豪门的门口他都没见到 就被拒之千里之外 阿杰却不愿意放弃他 虽然答应了父亲会和他分手 但他做不到 下定决心要和迎联争取幸福 今天两人还私定了终身 迎联心里不踏实 觉得自己该梦醒了 哪有资格做财阀而喜 脑子瓦特勒一样半夜 来医院看崇国这个前夫 问崇国可以挽留他吗 这瞬间 迎联可怜的原配形象 秒变卑微不值钱的货色 对于崇国这渣男 他居然还留念想 遭背叛的仇恨 报复崇国一辈子 都无法消除心里的痛 怎么会想吃回头草的呢 因为自己和阿杰的感情遭反对 就想着回来跟渣男 好像外面没有男人了一样 崇国这回不需要他 已经再度相信了阿珍 希望迎联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今天崇国出院了 迎联和母亲还准备了一桌菜 大家一起吃着团圆饭一样 不知道是崇国渣得不够彻底 还是迎联卑卑微低贱 居然能坐在一起吃饭 还很开心的样子 迎联的离开 让阿杰很愤怒 来找父亲下站铁一样 不管父亲怎么反对 自己一定会和迎联结婚 就算不要家里的一封财产 他也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把花掉下给父亲他就离开 院长看着这样的儿子 也是无可奈何 迎联还在这个家 让崇国很生气 本来他想挽回迎联的 但迎联已经喜欢了阿杰 现在他放迎联走 迎联又不肯走 崇国叫他立刻离开去找阿杰 迎联却说自己要在这里 照顾女儿不能同 突然觉得迎联除了傻的 阿杰是一路货色 当初能和崇国结为夫妻 不是没道理的 迎联要求崇国不能和阿杰在一起 崇国不答应 既然离婚了各自都有自由 迎联只能收拾行李离开 不一会阿杰过来找他了 崇国在楼上就看到阿杰的身影 这时候崇国也生气折磨迎联 不给迎联走了 刚才就驱赶迎联 现在又把行李抢回去丢房 不让迎联如意 这两个人还真是有意思 阿杰以为迎联又遭暴力毒打 在门外怎么敲门都不开 最后迎联开门后阿杰进来 崇国再也不敢强留 把行李还给迎联 迎联就带着行李和阿杰走 那个女儿看着母亲这样子 觉得父亲已经痛改前非 刚才是在挽留母亲想破镜重圆 母亲却毅然决然跟着阿杰走 她就开始叛变 看着母亲上车离开她恨迎联 迎联准备回去和母亲一起住 阿杰就表示不管怎样都会和迎联一起 不会放弃迎联 希望迎联坚定内心 迎联却不知怎么回答 回来面对母亲质问她是怎么想的 迎联就说自己不会再结婚了 想跟阿杰学摄影学技术 挣钱养连妈 连妈也不再想说她了 她的生活一地鸡毛这边 也失去那边也得不到 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女儿 崇国再次倒向阿珍 立刻就带着女儿来阿珍这里聚餐了 女儿还挺高兴 一点都不讨厌阿珍 她们像一家四口欢乐聚一堂 真是够无语的场面 女儿都喜欢了阿珍 迎联估计要气得吐老险 迎联还在母亲那里煮了绿豆粥 好心地拿过来要给她们妇女吃 结果是一个人也没有 电话问到女儿去了哪里 女儿叫她不用管 来阿珍这里吃饭了 她还做好人拿粥过来 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都已经离婚什么关系都没有 迎联还要回来管崇国跟阿珍的事情 叫女儿不能认阿珍那个女人做后妈 女儿已经有自己的思想 她不想认父亲也是要和阿珍在一起的 她阻止不了父亲和阿珍生活 叫迎联放心她会照顾好自己 不会被阿珍欺负 迎联不肯 要女儿阻止阿珍禁门 女儿就生气地跟她吵了一架 说她都没有权利管父亲了 父亲是不会自己一个人过日子的 你去过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为什么要来这里说这个 迎联还没有女儿清醒 不宜会这个阿杰来找她 也是这样劝说她别多管闲事 迎联就是不死心地说 女儿都叛变地倒向了阿珍 阿杰叫她离开这里 来看女儿就够了 已经没有权利管崇国以后 和谁在一起了 说崇国崇国就出现 回来看到迎联和阿杰在这 那是一个火冒三丈 叫她们立刻离开这里 别整天两个人出现在她的家 迎联表示自己要她也尝尝 当初自己忍受阿珍进来这个家的痛苦 两个人又开始吵起来 迎联不允许崇国带女儿去见阿珍 随后女儿却和崇国一起驱赶他们 让迎联和阿杰离开这里 不要再来 她不想看到他们 叫他们过自己的生活 不要来掺和崇国的事情 女儿的话也不是没道理 她希望母亲幸福 不要回头和父亲 就让父亲和那个阿珍好了 迎联就是拎不清一样 没有女儿看得清楚明白 他们俩被轰出门了 在楼下遇到阿珍过来 阿珍这回是羞辱她 骂迎联不要连老师往这里跑干嘛 阿珍的厚颜无耻是她根本就吵不赢了 只有生气的份 看着阿珍这样得意光明正大走进这里 她又生气不甘心 叫阿杰自己先走 她要上楼去 我的天啊 阿杰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能先行离开 迎联回到楼上 听到阿珍买了礼物送给崇国婚女 是孩子很喜欢的书籍 因为父母已经分离 她无法改变父亲的决定 就只有接受这样的结果 他们三个开心地在餐厅吃着蛋糕 迎联在门口这里听着他们说话 心里气到不行 她完全可以不用理会这样的渣渣 就非要在这里收起 不明白自己已经分离了 她还走进房里不愿意离开 好像当这里还是她的家一样 不一会就更加气不 大姐和姐夫来了 崇国为了感谢大姐夫当初在医院照顾自己 她想给大姐夫一份生意 就是负责她公司的物流 让大姐夫经营物流公司 阿珍因为崇国公司资金紧缺 她就把那个养子 从国外带回来那些继承家族的资产 全部投进崇国的公司 这下好了 大姐夫一家和阿珍成了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今天来这里商谈业务 就被银联知道 一阵疯狂的辱骂大姐和阿珍同流合污 大姐是有嘴都说不清情况 自己怎么可能和阿珍同流合污呢 她也是无可奈何呀 阿珍的一个心机投资崇国 就让银联姐妹反目 看到他们姐妹吵架那是一个得意 银联每次都正中人家笑话 大姐讨厌银联这样 对她就这么疯狂 当初怎么不这样辱骂阿珍 自己帮她多少去被她这样误会 他们这样吵 崇国就要大家出去吃饭谈事情 在这里无法进行商谈合作 而银联还不离开这里 居然躺在这个房里 要等崇国和女儿回来算账 她还把自己当这个家主来试 现在阿珍是那个屋子的女主 可是随时可以驱赶她羞辱她了 她偏偏要留在这里受这份屈辱 母亲打电话叫她回来 不要在那里 她还很委屈跟母亲哭诉 女儿和大姐都倒向了阿珍 她不甘心 母亲叫她不要管这些事 银联不愿意 今晚就要留在这里 故意会看到阿珍送给女儿的书 上面还有留言叫孩子和她和平相处 银联就来火了 愤怒在这里撕掉 除了发泄这些情绪 她是改变不了渣男的决心的 还留在这个家 看着前夫带绿茶女儿回来 自己女儿跟在父亲身旁 他们像急了一家三口 女人就很不服气不甘心 说这个家是她的 她要绿茶女滚出去 银联在这里闹起来 让女儿都讨厌她看不起她 要她快点离开这里不要留恋 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她却非要留在这里闹 崇国也叫她快点离开 去她那个阿杰那里 他们已经分离了 银联就是不要 看到阿珍要走进自己曾经睡的卧室 她也是极力阻拦 情绪崩溃了在这里去赶阿珍离开 阿珍骂她没有资格在这个家了 她也听不进 女儿也骂她为什么要毁掉那些书 在这里这样子闹像什么话 让她快走 去过自己的生活 不想看到她在这里 崇国也哀求银联离开 银联却说死都不走 那个阿珍不走她就不走 好家伙 这是要一起住的意思吗 崇国赶不走银联 银联还真的守在这里 坐在房里看前夫和现任 在自己眼前过恩爱的夫妻生活 人家把她当透明一样对待 银联居然也坐得住 就在这里看着 之前还没离婚 两个渣渣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现在银联是前妻身份 人家压根就不需要畏惧她 她非要留在这里自取亲 不舍得渣男的样子 自己在这里看得尴尬得很 好在阿杰的电话来了 让她有了台阶下 说马上出去和阿杰约会 就离开了这个房间 装一副高兴的样子 却被阿珍看穿了她的心思 就说银联还是爱着崇国 不舍得离开 这真的是罪无语的原配受害者 母亲知道银联在那个家 她都叫银联快离开 说他们已经分离了 没有资格管崇国和谁在一起 干嘛要留在那里受羞辱 银联不要 她不会让女儿叫阿珍做后骂 阿杰回来看到她 问她刚才说电话怎么那么奇怪 她也说自己在卧室看着阿珍和崇国 不想让阿珍住进那个家 阿杰觉得她脑子不清醒 叫她到此结束 不要管那些事了 银联很固执 总说不能让女儿也倒向阿珍 其实就是她不舍得放开那个家 阿杰给她分析 告诉她现在进出那个家 打扰人家的生活是犯法的了 因为她已经不是妻子的身份 以为可以说服银联不要执迷不悟 殊不知银联却说自己要搬回去那个家 要阻止阿珍迷惑女儿 女儿和大姐都要倒向阿珍了 她要回去阻止 这阿杰都懵了 银联马上就回母亲这里拿行李 告诉母亲自己要回去原来的家 连妈说她是不是神经病 当初要摆脱这种羞辱折磨的生活都来不及 现在居然说要回去 现在和崇国都没关系了 你这样去是给阿珍羞辱自己的机会吗 银联不管那么多 总说自己为了女儿 拿着行李还让阿杰送她过去 这操作也是没谁了 阿杰对于她的行为是无可难过 银联还要阿杰给她时间 让她收拾了阿珍就回到阿杰身边 阿杰暂且相信着这个说法 送银联回到这个家 看到阿珍睡在这卧室还没起床 银联的头脑根本就玩不过阿珍 这回来十足就是做服饰阿珍和崇国的免费拥有 她洗衣做饭做家务看着人家两个生活 女人忍受不了扎女霸占自己的地盘 摁着扎女一顿揍 疯狂地发泄情绪 要把扎女赶出去 银联狠狠地揍着阿珍 阿杰来看到她这样 赶紧阻止银联 因为阿珍的心机银联根本没法比 害怕阿珍把银联告进监狱就麻烦了 阿珍现在是非常嚣张 骂着银联该去的地方是阿杰的家不是这里 要他们两个滚出去 阿杰赶紧带着银联离开房间 阿杰很疑惑 劝说银联不要这样下去 难道还对崇国有幻想吗 其实银联就是这情况 却死活不承认总说为了女人 阿杰都不忍心拆穿她 说她难道要这样看着崇国和阿珍 在自己眼前过夫妻生活的情景吗 银联还是坚决要留下 阿杰走后 她就想着崇国以前对自己母亲的好 崇国叫她拿钱帮助母亲租房和侄子上学的情景 银联想着崇国的好行为 在这里流泪 她都忘了崇国关上门都打自己的事了 崇国扎她的事也觉得不重要 她就是要赶走阿珍 不能让阿珍做这个家的女主 不宜会闺蜜美男又告诉她 女儿和阿珍来发廊做头发 和阿珍很友好的样子 银联更加生气 不能给女儿和阿珍走在一起 不能认阿珍这个后妈 她马上冲出门去 大姐夫过来找她都没空招待 说要去处理阿珍 又准备要大闹一场了 非一般的速度来到美男的发廊 看见阿珍和她二舅也在这里 二舅是来带阿珍离开的 担心她被灭 看到银联过来她就更担心了 银联要女儿立刻跟自己回家 女儿不肯要做完头发再回去 银联很恼火 女儿也看不惯银联的做法 跟她吵起来 叫她该去找自己的幸福 也来掺和这个家的事情 她跟父亲生活难免要和阿珍相处 干嘛母亲非要这样 银联听女儿这样说 狠狠就给女儿来上一巴掌 美男也觉得银联过分了 干嘛拿女儿出气 阿珍趁机维护孩子 彰显她的好心 银联也一拳放过去 二就帮阿珍挡了下来 这闹剧算是结束了 银联就觉得女儿不对 不知道女儿其实不想 她回来掺和父亲的事情 父亲曾经伤害了她 把她折磨得那么痛苦 她干嘛要回来呢 银联的行为 马上就被阿珍报告重国 重国生气到不行 准备回去找银联算长 谁知银联就来公司了 就遭重国羞辱 骂她没事做就去找阿姐约会 去过自己的生活 干嘛要折磨女儿 银联也很生气表示 女儿是她的 她有资格管 不会放任女儿和阿珍在一起 要重国把阿珍赶走 不然就这样一直折磨下去 谁也不要好过 气死这个重国 银联明知道 重国这个渣男 是不会放开阿珍的 要坚持闹下去 银联回到家里 母亲劝说再劝说 叫她别管那两个渣渣了 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 女儿已经有自己的思想 不是三岁小孩了 干嘛要打她 去和阿杰过自己的生活不好吗 银联就觉得对不起阿杰 过来找阿杰想说一声抱歉 阿杰这回缺在父亲这里 父亲带回来一个女孩英 是阿杰前女友生的 说她前女友前天在医院去世了 剩下孩子一个人 要阿杰负责到底 阿杰懵了突然多了个女儿 她要怎么跟银联说这事 银联等不到阿杰回来 自己打了女儿实在是很内疚 给女儿打电话 女儿也不接是重国接的 叫她不要再回来这里了 银联伤心又立刻跑回去找女儿 想给女儿道歉 重国也趁机表达得很清楚 叫银联离开这个家 别再来捣乱了 银联终于说了真心话 自己的位置给阿珍抢走了 她不甘心 不甘心也不行 现状已经是这样 随后女儿也告诉银联 希望母亲不要固执 自己会和阿珍好好相处 因为父亲无法放弃阿珍 母亲就不要再做傻女人了 离开这里就是最好的选择 银联就说自己和阿杰出国 女儿更是恭喜她开始新的幸福 不要在这里被阿珍心机羞辱 还说自己会和母亲常联系 以后长大了也会出国看母亲 叫银联放心去 这下银联算是清醒了 回来跟阿杰说快点准备出国的手续 不料财阀少爷突然多了个女 因为这个孩子 让她又面临新的困境 甚至开启了复仇之战 银联看着眼前带着女儿的阿杰 疑惑的表情让你还询问银联是哪个 阿杰坦然说这是爸爸爱的女人 银联惊呆了 随后阿杰把一切告诉银联 这是自己前女友生的孩子 前女友去世了 这个孩子她也是昨天才知道 希望银联可以接受一起生活 银联很迷茫 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 自己的女儿她都管不好 让她倒向了绿茶阿珍 怎么有信心做好别人女儿的母亲 来到闺蜜这里倾诉 自己该怎么办 没想到突然会多了个孩子 美兰则是安慰她接受 既然要和阿杰共度余生 就接受阿杰的一切 更何况孩子的母亲不在 理应是阿杰照顾孩子 美兰的话让银联稳定了决心 离开渣男开始新的生活是对的 银联就想三天后启程出国 叫阿杰赶紧安排 两人约定好一起奔赴幸福 银联准备办护照 没想到来到有关部门 发现自己的户口还在重国户口本上 他们户口关系还是夫妻 银联也是服了 立刻冲到公司质问 一顿发泄辱骂重国 为什么自己的户口还连着她 都离婚了还留这样的屁股不擦干净 重国一时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 就说这里面是误会 自己明明已经办理清楚了 两人在这里吵架 让阿杰这渣女最得意 她觉得银联没有摆脱重国更好 这样她就可以继续折磨银联 让她看着自己和重国过二人世界 阿杰的得意让银联两眼冒 重国一番调查后 发现是因为自己上次中风住院 最后的这道程序没及时处 导致现在银联和她在户口上还是夫妻 银联这回可以理直气壮了 表示要和重国互相起诉告状 大家互相掐个你死我活算了 之前还光明正大和阿珍躺在自己眼前 银联让重国等着 自己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她的 重国就觉得这是不是老天注定 她要和银联继续做夫妻 银联觉得很荒唐 当自己决心要离开的时候 偏偏就出来这样的乌龙 怎么这么倒霉 这是不是阿珍和重国两个渣渣故意的 故意这样来折磨她 银联在这越想越气 突然阿珍还出现嘲讽 说她终究是要忍受一片草原的生活 要给重国洗衣做饭 看重国和她的二人事件 阿珍很得意来踩银联的尾巴 不知死活的激怒银联一手就把她推进汉江 让她去西北吧 阿珍这回不得已了 银联虽然很紧张害怕 但不会救她 让阿珍在水里挣扎 一个小时后阿珍回到了这个家 这些孩子看到她落汤鸡的样回来 也是很震惊 当重国回到家的时候 阿珍就添油加醋诬陷银联 说自己担心银联想不开 看她在江边就去安慰 结果却被银联推进江里 真是好心没好报 这心机谎言是头头是道 重国这个傻貌也是百分百的相信阿珍 立刻就要找银联算账 银联让她滚蛋别嚣张 否则自己就要告她和阿珍故鬼的罪名 银联是气得很 准备回去虐阿珍 没想到阿珍的心机还真是厉害 银联大姐都被她心机收买 因为公司合作的事情 她和大姐倒成了朋友 银联回来看到这样的情形 觉得真是嘲讽 现在她已经决心要放弃这个家了 让阿珍等着她的报复 两人在这里吵起来 重国这会却挽留银联要不要考虑一起生活 渣男就是渣男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银联表示自己要出国和阿杰幸福 谁要跟他们两个渣渣一起生活 重国得知这事 就和阿珍说结婚吧 事情都这样了 阿珍却心机不要脸地说 重国的妻子只能是银联 洗衣做饭的事是银联做了 自己只需要爱就可以了 让重国无论如何都要阻止银联做 阿珍这回得知这孩子是阿杰的女儿 银联要做这孩子的后妈 她就更得意了 让银联还是回去照顾自己的女儿好 银联无法跟阿珍再面对下去 害怕自己忍不住拿刀杀了阿珍 不想在这个孩子面前发怒 于是离开了屋子 阿珍趁机留下陪伴这个孩子 校售孩子不要接受银联做后妈 给孩子买披萨吃手买孩子 这心机连孩子都不放过 阿珍回来看到阿珍在这里也是服了 看到手机银联的留言 她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时候阿珍的不要脸又来了 叫阿珍要不要跟她谈感情 孩子很喜欢她不喜欢银联 银联是出不了国的了 因为她怂恿了重国阻止 要不要我们在一起好了 我的天啊 这不要脸的节奏让阿珍惊呆 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 阿珍让她立刻离开这儿 阿珍还要警告阿珍不选择她是一个损失 这种无耻女人 着实是让人大开眼界 不一会阿珍又来到重国公司 好心的样子叫重国 一定要阻止银联出国 阿珍有个女儿 不能让她去给别人的孩子当后妈 自己是真心希望银联回家的 这家好心的心机演的那是绝 重国这个没脑子的 就被阿珍玩得团团转 用屁股想都知道阿珍不怀好意 哪有她这种绿茶 破坏了之后居然不想结婚就很有问题 竟然还要听她说事 而阿珍就知道阿珍会拿孩子说事 她来找银联表示自己愿意托付孩子给家里 也会和银联出国 银联不想做这样的坏人 要走也说服孩子一起走 自己不能做抢走孩子父亲的坏女人 会让孩子接受自己的 银联回来告诉女儿自己即将离开 去做阿珍女儿的母亲 希望女儿不要生气 孩子很平静没有怨言 觉得母亲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不要来面对父亲和阿珍的生活 而崇国听从了阿珍的教唆 挽留银联在这个家 银联当场揭穿这不要脸的心机心 想要她留在这里做保姆们都没有 留在这个家伺候你们两个渣渣吗 崇国不管丢不丢脸 她都按照阿珍的去做 银联不会让她得逞 来和阿杰报告这事 阿杰觉得阿珍的心机还真可怕 就是当你是傻子一样玩弄在鼓掌之中 那个崇国就当猴子给阿珍耍 真是绝了 银联就不服气了 这回她再次决定回去那个家 带着报复的心理回去 让阿杰等她 不能就这样走了便宜了阿珍 阿杰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但还是支持她这个决定 马上银联就回去了 还让人送花上门布置了一番客厅 把这个女儿看得一头蒙 母亲不是要出国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随后银联还说要去市场买菜 做崇国最喜欢的菜等她回来吃 女儿就被忽悠以为银联不走了 还开心地通知崇国 说母亲回家了呢 把这崇国都高兴得不得了 银联居然回家了 那是不是接受了阿珍的存在 她可以和阿珍一起 也不用失去银联 这男人想的还真是美 女人为了报复渣男前夫的背叛之仇 忍辱回到家里给渣男洗衣做饭 假装接受她和现任绿茶的生活 自己甘愿做庸人伺候他们 银联上演着复合的戏码 让崇国开心死了 久违的饭菜今天再次品尝到 简直就是快活似神仙 觉得银联终于都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银联看着崇国吃得这么小 脸上微笑心里就在祖咒这个男人 让他好好吃 明天就要他把这些吐出来 崇国的脑袋是装饰不是盖的 被阿珍玩弄得团团转 今天开始银联要他们两个渣渣 都栽在自己手里 先让他们好好地享受一番 不愿会银联就开始实行目标 走进这房里表示自己不会睡这个卧室 还有让崇国给自己开通 无限额银行卡 要买一辆比阿珍还要高档的车 这些就是自己回来这个家的第一个条件 崇国也毫不考虑地答应 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难得银联愿意接受他的一切 这点钱不是问题 银联也故意嫁妆感谢这个扎前夫 第一个目标实现了 就连三妹都不知道这些都是银联的报复计划 还买花来看他 以为他真的要回归这里附和 就尊重他的决定来祝贺他 崇国最开心了 立刻就要和他们喝一杯 这些举动让银联暗暗得意 同此以后 崇国在公司那是满面春风 兴奋自己享受其人之福 阿珍也得意 说银联终究还是回来了 看来终于认同共存的生活了 两个人在这里得意 银联这回也全款买了车 开着豪车开心地笑 他倒要看看到底是鹿死谁手 买了礼物开着豪车来到阿杰这里了 崇国想他共存 真是白日梦做多了 银联买了韩服给阿杰女儿 英子很喜欢 并没有排斥银联 换上韩服后三个人还手牵手一起出来准备庆祝 三人的画面非常和谐 银联的真心只有在阿杰这里拍展现 不愉快回来家里后 这个阿珍和大姐居然同一时间上门来 看得银联两眼闹 大姐叛变了阿珍的一边 银联容忍着这一切 等他目标完成后 什么都是浮云 他继续装和平共存 平静地给阿珍端茶地水招待 阿珍这回还得意地说 为了感谢银联的接手认同 他要送一个情侣钻戒给银联 他们一人带一个 说明他们是一家 这话差点把银联呛死 这阿珍的不要脸是无敌 他回房来想着阿珍的心机 谁稀罕和他共存了 真是想得太多 等自己拿到重国公司的一半股 就是他们两个渣渣彻底毁灭的一天 谁要他的烂鬼戒指 臭不要脸吧 银联终于都很兴起来了 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重国的财产 拿到财产就和阿杰离开 今天是去世婆婆的忌人 银联也一样准备了祭祀的东西 给重国带去 他就不去了 这刚好重国就把阿珍叫了去 银联在楼上看着楼下龌龊的他们 感叹还真是好样的 居然敢去祭拜他的婆婆 看到阿珍的到来 估计婆婆晦气地从地下爬起来了 叹息婆婆真是不信 生了重国这样的不孝子 重国和阿珍几个就高兴地去乡下了 还真是不怕死 银联的人辱复仇 没一个人看穿 这闺蜜美兰来探望他 都替他布局 说他那么傻 怎么回来做佣人 银联不解释就是要这样效果 大家都看不出来最好 阿珍和重国祭拜完母亲之后 回城的路上不好的事情就来了 他的车无缘无故报台 报应的警钟响起 但他们却没在意 重国患上了备胎亲自驾车回家 这一系列举动让母亲无法理解 怎么可以容忍看着前夫和绿茶 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 还要给他们端茶滴水做饭 这是犯了什么神经病 莲妈劝说银联赶紧离开 她不知道一切都是银联装的 大家都被银联蒙在鼓里 这样复仇计划才能顺利进行 莲妈不开心回到家 觉得真是造孽 银联怎么会忍受这种生活 差点把她高血压都砌出来 莲妈操心该用什么办法 把银联带领那个家 大姐也劝说自己 虽然和阿珍是生意上的合作 但银联真没必要委屈 自己回来这里 银联不会暴露自己的计划 就是要瞒着身边的人 让他们信以为真自己才能成功复仇 不仅要伺候重国 今晚还要给她准备祭祀婆婆的东西 让阿珍也一起祭祀 这操作让大姐完全崩圈 果然晚上正银联准备好了一切以后 她跟阿珍先后进行祭拜 阿珍看着银联像傻子 心里暗自窃喜这个家被她操纵在手里 银联还是接受了她的存在 银联看着阿珍在祭拜的时候 她希望婆婆看到 赶紧收拾这个阿珍 就当为了孙女的幸福 绝不能让孩子叫阿珍做祭母 随后他们一大家子在吃吃喝喝 阿珍和崇国最得意 银联前前后后端食物十足一个佣人 阿珍还得意地叫银联坐下一起吃 银联不想 看着阿珍都恶心 哪还吃得下 表示自己很忙不用阿珍操心 压根不想面对阿珍 还真以为自己宽容接纳她一样 银联也是够镇定 晚上这个阿珍和崇国在卧室高兴地说着 他们成功制服银联的成本 现在终于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想想都觉得美 银联这回就给他们送水进来 忍受力非常强 为了拿到崇国的财产走 这些恶心的画面她都瘦了 立刻提出要补分的提议 自己能做到这个地步 不是白做的 明天把一半补分给她 她得不到爱就要得到钱 崇国答应了 阿珍也让崇国给银联 因为她赢了 银联得到承诺 来和阿杰说这事 计划很快就要结束了 已经得到崇国答应给补分 他们一定会幸福的 到时带着孩子一起出国 远离肮脏渣男的城市 崇国来到公司也立刻执行 安排助理去执行这事 把自己的股份一半给银联 阿珍却被二舅教训 不结婚加在人家中间像什么样 真的不怕遭报应吗 阿珍一点不畏惧 自己都赢了 成功让银联服侍自己 那是一个享受 二舅简直被她气死 女儿这回也劝说银联 让她离开这个家 不要受阿珍的伤害 不要当这个傻子 银联也不能告诉女儿 这是报复计划 耀眼的逼真才行 感谢女儿的担心 崇国给了银联股份 但要银联签示一份协议 要银联永远忠诚于这个家 不能再离家出走 银联很生气 怒骂崇国卑鄙无耻 当他是奴隶吗 签这种卖生气 他都忍到这个地步 还来要求他 他撕毁协议 警告崇国别妄想把股份拿回去 他只要这个东西 不然大家就与死网获 崇国只能妥协了 不能让刚平静的生活 再掀起涟漪啊 他答应银联的一切要求 好了 银联成功拿下 就准备策划着离开这里的事 这阿珍回来了 依附主人的态度 要银联给他咖啡 银联照做庸人的工作 让他先得意一下 看谁笑到最后 绿茶女人得意成功 尚未躺进了这个卧室 每天睡到自然醒 还把自己的儿子带进来 叫渣男为继父 阿珍做梦都会笑醒 感觉自己就是人生赢家 竟然让男人的前妻 臣服于自己 做了他的庸人伺候着他 不仅如此 他还俘虏了银联娘家大姐 彼此之间成了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曾经见他就出手 一顿做的大姐 现在也和他友好的聊着电话 阿珍比中了五百万还高兴 得意自己把银联 抬在了脚下 这种卑鄙龌龊 得来的开心 很快他就要付出 沉重的代价 银联母亲都忍不住 银联的行为了 怎么可以伺候那种女人 离开这里 让母亲什么都别说 什么都别做 再一边看着就行 她不会让阿珍和崇国幸福 不一会阿杰还带着孩子 上门看银联 要银联照顾孩子 她去出差 银联也是很乐意 因为阿杰是她的往后余生 她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 连妈看着这些也是很无奈 只能看着女儿这样做 她不再说什么 银联细致地照顾着孩子 自己女儿回来看到母亲 这样对别人的孩子 那也是一阵促意 看到小妹妹拿了自己的玩偶 想发火 但还是理性控制 银联不在乎 她觉得女儿既然跟崇国生活了 也有自己的思想 她不会再去俘虏女儿的心 让她自己去体会 这时候 阿珍终于暴露自己内心深处的心机了 她独自来到崇国母亲的墓前 洋洋得意地告诉这去世的老人家 当初那么反对她和崇国在一起 把他们拆散 然后给崇国找了银联 现在还不是要败在她手下 她把崇国一家毁掉了 让银联做了服侍她的拥抱 问这老母亲是不是气得恨不得跳出来 她为什么不想和崇国结婚 就是为了折磨银联 因为银联是老母亲找的儿媳 她赢了 以后她会让银联更恐怖 阿珍怒骂了这个崇国母亲 让老人家看她是怎么玩弄 银联和崇国的 也算是大胆了 竟然连去世的人都不放过 马上她就要遭报应 再回市里的路上 她开着车突然就好像 有什么东西在阻挠她一样 脑子一下慌了什么 她不解这是怎么了 大白天的很奇怪 阿珍偷偷到乡下了心 崇国不知道 晚上回家后看到银联自己在家 也是很着急 询问银联有没有见到阿珍 今天找她一天了都没找到 银联真是服了这男人 看来她是彻底当自己 回来这个家是做保姆的 还好自己准备离开了 不跟她计较 警告崇国别来她跟前撒野 着急就出去找人 崇国感觉到不对劲 莫名地感觉到心慌 阿珍此时还在回城的路上 天已经黑了 她就逃不掉了 惊悚的一幕准备来临 她再次感觉到脑袋慌神 觉得自己是怎么了 难道是没睡好太累的节奏吗 她就照镜子整理自己 不料就在镜子里看到崇国的母亲 坐在她的后座上 她惊慌恐惧不知道怎么办 就忽略了驾车 不一会银联行驶过来一辆大卡车 这下就完完了 不一会银联接到阿杰电话的时候 阿杰报告她要晚点才能回到 要银联照顾好孩子 说路上出车祸了堵车 银联得知阿杰在哪条路上的时候 她感觉到一点不妙 那里是曾经婆婆出车祸去世的地方 今天阿杰还不见了 是不是阿杰出事 银联让阿杰去附近医院查看 阿杰赶紧去打听 来到医院这里发现 这个受害者包得像个木乃伊一样 她也不知道是不是阿杰 但阿杰却醒着 阿杰问她认不认识自己的时候 阿杰有了反应让阿杰知道了真相 真的是阿杰 马上银联就报告崇国阿杰出车祸了 在乡下的医院里伤得很重 崇国慌了 赶紧赶去医院看阿杰 来到这医院后 阿杰已经昏迷了 整个猪头一样躺在她面前 除了扎心的心痛 没有任何办法 她在这里等了两天都不见阿杰醒来 心急想极力救治阿杰 电话哀求银联 希望她可以拜托阿杰 让阿杰到阿杰家的医院医治 上次自己的中风都治好了 就想把阿杰转到那个医院去 银联听到这崇国还为阿杰哭 她也是无语了 紧要关头银联答应帮她 就这样阿杰转到了市里阿杰的医院 崇国回家后还跟银联彰显 她着急阿真的心 银联明白着男人的身心 已经在阿杰那里 她也不想再装下去了 开始挑明自己的目的 准备离开这个家 她回来也只是想拿到自己 服侍了这家12年的报酬 不是她的错才离婚 她有资格要求拿赔偿 崇国听到银联这样说 那是一个震惊 希望银联不要走 银联不可能做傻子留下 医院里阿杰终于醒来了 在重症室里面拜托大姐夫照顾她的儿子 不能让崇国照顾 说崇国的母亲要杀了她带她走 讨厌她的存在 这话让大姐夫感到匪夷所思 以为阿珍说胡话 不相信有这样的事 银联这回出来和阿杰约定 他们马上就可以出国了 她的目的达到了 阿珍这回生死犹命 也算是她成功复仇的结果 让阿杰准备出国的是 他们去过自己的生活 阿珍知道自己不行了 把崇国叫进来 告诉崇国她的母亲 在旁边等着带走自己 她活不了了 也跟崇国道歉 自己是策划好回来毁掉她幸福的 让崇国原谅 崇国不相信阿珍是故意来毁掉自己的 但真相确实就是这样 最后她要向银联道歉 要见银联 银联和阿杰还在外面 接到电话说要见阿珍 她也是很不情愿 但这个情况就勉强去见一面好了 不意会 银联赶来 看到阿珍这个样子 真不知该高兴还是难过 觉得这是阿珍活该的下场 当阿珍给她道歉的时候 银联还是会难受 阿珍告诉她 自己去崇国母亲坟钱了 回来的时候 崇国母亲跟着她回来自己才出车祸 现在也站在旁边推她快点走 她没想到自己 还是没能被崇国母亲喜欢 15年前拆散她和崇国 现在还是没得到同意 说银联赢了 银联被影响到 还是流泪了 这一刻倒是希望她起来 因为自己不会和崇国附和 阿珍说着要离开了不能留下 让银联转到崇国 帮她种一棵树就行 说完就走了 作恶多端心机算尽 把自己算没了 崇国在公司接到银联转达的话 阿珍走了 她当场是撕心裂肺的哭 没有银联她都不会这么痛苦 唯有阿珍让她这般流泪 也是扎到底的男人 随后举办了阿珍的丧礼 大家都来吊宴 最讨厌阿珍的连妈也来了 看着这崇国的一场扎心 闹到这个结果收场 感叹一切都是因果报应 她不会希望女儿跟崇国 最后阿珍的骨灰如愿 埋在一棵树下 大家都送她最后一程 崇国还是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永远的阴阳两隔了 崇国还是会一一不舍往回看 还出现幻觉看到阿珍 看来是爱得很深 银联真的很佩服这个男人 回到家里 银联准备收拾行李离开 崇国却让她震惊不已 说阿珍都死了 当初因为阿珍掀起的一切风波 现在都结束了 他们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 银联觉得真是可笑 怎么有脸皮说出这样的话 当这个事没发生过一样吗 现在阿珍不在了 又可以给她当妻子的角色了是吗 银联叫她想都别想 永远都不可能 银联果断拿着行李离开 随后银联来交代大姐照顾母亲 自己要和阿杰出国 一切都结束了 自己从没想过要和崇国复合 她是不可能再回去那个家 银联和阿杰父女幸福相聚 过他们快乐的日子了 本故事到此结束了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支持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